第1141章 两仪围尘斩杀魔君 太玄老祖发狠 猛然寄出正道至宝先天阴阳图 阴阳二气化作一黑一白阴阳于虚空旋转 遮蔽星河 庞大无比 随着阴阳于旋转 处于正下方的地狱第一君主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无尽危机袭来 他眼神一变 想也不想立刻就朝远处顿走 身为至强者 能够让他感受到庞大的危机 由此可以想想这件质宝此刻在太玄老祖的施展下有多强横 这一刻太玄老祖借助先天领保阴阳图将自身大道演绎到了极致 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其他强者争斗的时候还有所保留 以前因为想着终有一日要将必落挪移走 这可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事情 而是需要消耗他海量的法力才能做到 所以太玄老祖动手的时候总是有些顾忌 始终没有权力以赴 唯以后再次挪移避落大世界而积累力量 否则的话以他上古大劫时期 曾独自抗衡多位妖魔鬼神四界造化的强横修为 又岂会在这方心域跟任何一位至强者交战都是五五开 就算在战斗中占到些便宜 却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若是让原始新域的大世界强者看到了 绝对会心生疑惑 毕竟太玄老祖身份非同小可 道横修为更是远超想象 放在原始新域各界至强者当中也绝对是排在前列的存在 不要说没有任何一尊至强者敢说赢他了 就算能够在太玄老祖面前保持不败都已经算是不错 如今因为巫师界先前的一番操作引来了妖族强者 等到飞贤大声返回天妖界后 绝对会引来四大世界联手远征 毕落现在危险重重 太玄老祖心中自然也有压力 所以才会定下先攻巫师界 再战地狱的策略 这其实很冒险 稍有不慎就会让毕落陷入局势皆敌的地步 当时只要晚一步击溃巫师界的防御 没能斩杀那几位巫师王 自然神界为了确保手续阵营的延续 绝对会跟毕落翻脸 现在巫师界的事情已经解决 攻占地狱也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哪里还能允许第一君主逃回地狱 这些年来毕落已经弥补回来了本源 再加上先前攻破巫师界的时候收获多多 仅仅从世界之星处得到的好处就足以让太玄老祖弥补亏空 魔洞碧落了 何况这次若是能够攻入地狱 夺取地狱本源 还能让碧落赢得更大的收获 数清数众太玄老祖又岂会分不清 所以这一刻太玄老祖顿时放下了原本的故技 全力以赴地将自身实力尽数展现出来 顿时就透露出一股远超先前的强悍实力 他身上浮现出道道玄之又玄的气息 古老而又玄妙 随着太玄老祖手指一点 阴阳于徐徐旋转 顿时就传来一股无穷大力 将下方欲要逃离的第一君主束缚在原地 甚至随着阴阳于的旋转 还有一股磅礴大力欲要将他卷入进去 感受到身外那庞大的束缚力量 第一君主心中大惊 他身形猛然往反方向一旋 带动无边魔气跟阴阳二气对冲 试图抵消阴阳于的纠缠 就在他即将脱身而出的时候 就听太玄老祖轻叹一声 伸手从衣袖中取出一枚长不过三寸的玉符 玉符清光盈盈 上书玄妙道文 仿如天书 透露着无上大道的玄妙之意 太玄老祖低头 眼神落在玉符上 目光中透露着几分虔诚 几分怀念 不过他最终还是将手一抬 玉符凭空飞起 化作一道清光直奔第一君主而去 不好 第一君主心神狂跳 无尽的危机感疯狂涌现 他口中怒吼一声 挥起手中羊头锤不顾消耗的轰击出最强悍的攻击 欲要将这道玉符所化清光打碎 砰 羊头锤蕴含无尽谋威 凶狠地轰出这一击确实强横无比 隐生生地跟那道清光撞击在了一起 然后清光消失 不见踪迹 只是第一君主非但没有任何喜色 反而心中一景 小心地看向四方 因为在他的魔锤跟清光接触的瞬间 明显地发现自己这蕴含无上魔威的一击落了空 并没有感应到跟任何力量的碰撞 而就在他转头四顾的这一瞬间 猛然脸色大变 因为他赫然发现四周景色变幻 星空隐末不见 竟然置身于一处仅剩阴阳二气存留的无边世界 随着阴阳二气流转 演变无穷 让第一君主的心神瞬间提了起来 因为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无尽的危机 稍有不慎 是真有可能陨落于此 而一旦死在这里 他恐怕连复生的可能都没有 这是一种冥冥中的感应 是属于他这等致强者对于未来预知的本能 翁就在第一君主小心提防的时候 陡然间天旋地转 阴阳颠倒 第一君主赫然发现自己竟然头下脚上的站着 这倒也还罢了 可是阴阳二气陡然演变成万千景象 或是化作黑白长蛇 或是阴阳神龙 或是各种神兽 或是种种妖魔 而且无论任何一种变化 全部都是黑白两色 一个各异都具备强悍战力 朝着第一君主杀去 第一君主口中爆喝连连 身上魔气四溢 背后明火满天 试图斩杀四周各种生灵 烧他虚空 轰破阴阳 打破这方黑白世界 重返无尽星空 只是周围龙蛇魔妖随灭随生 无尽无穷 生死幻灭 尽在太玄老祖的掌控当中 只要阴阳二气不绝 随时都能演化 无尽生灵发起进攻 至于他那能够焚毁天地的明火 在阴阳二气的演化下 却也没能烧他虚空 更不用说摧毁先天灵宝阴阳图了 这是太玄老祖 以先天一气太清神福为影 以自身正道之宝先天阴阳图为本 演化两亿围尘生死幻灭世界 此刻阴阳图自成一界 生死幻灭 阴阳轮回尽在掌控 将方寸之地化为无尽宇宙 拥有无上为能 大地母神满心震惊地望着前方 那看上去不过是笼罩方圆万里的阴阳世界 这点距离莫要说对他们这等至强者而言算不得什么 就算是普通仙神也都能在请客间走几趟来回了 可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世界 却将地狱第一君主牢牢地困在里面难以脱身 他眼中神光闪烁 勉强能够透过阴阳二气模糊地看到 地狱第一君主正在疯狂挥动羊头战锤 施展滔天魔威 挥洒无尽明火 只是任由他的攻击强悍无边 若在阴阳世界中确实根本无法离开多远 就会被无尽阴阳二气消磨一空 反而将所有的魔力转化为阴阳二气 演化出更多的怪兽龙蛇 大地母神还不速速出手 助我斩杀此聊 太玄老祖一声轻喝惊醒了正在震惊中的大地母神 他看了太玄老祖一眼 又看了看前方的阴阳世界 忍不住心中惊叹 这就是原始心欲致强者的实力吗 难怪原始心欲被无尽宇宙尊为第一 仅凭太玄老祖展露出的实力 就足以让普通至强者为之惊叹 更不用说原始心欲还有道行境界更加高深的存在了 幸亏自己当初早早地从原始心欲离开 否则真要继续游历下去 不说会不会继续遭到天魔界的强者奠计 若是跟某些世界起了争执 说不定也会遭到强横的存在追杀 要知道当时的他可还没有现在这么强的实力 也才不过造化中后期而已 好在自己见识过原始心欲的恐怖 没有跟碧落交物 而是主动跟他们联手 否则一旦太玄老祖将这种手段用在自己身上 自己又有几分把握能够脱身呢 想到这里 大帝母神忍不住心中生起几分庆幸 不过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眼看太玄老祖手指一点 一道气息落在大帝母神身上 让他能够寻着太玄老祖为他预留的方位 朝着阴阳世界内的第一君主进攻 大帝母神不再迟疑 将自身浑厚的实力施展出来 强大的大帝法则蕴含无尽微能 朝第一君主攻去 如此一来 地狱第一君主再也扛不住了 他本就深受重创 被太玄老祖困在两一围尘生死换灭世界中 已经非常吃力 想要打破阴阳世界逃离出去都难 此刻在被大帝母神联手进攻 立刻就落在了绝对的下风 最终 这尊地狱第一君主还是没能打破两一围尘 在吃了大帝母神一记重创以后 直接就被太玄老祖镇压在了阴阳二气的最深处 以先天阴阳而起生生炼化 哈哈哈哈 远远的 寝封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大笑一声 地狱第一君主已死 各派弟子 给我杀 杀入地狱 斩尽魔头 所有斩获 尽归己有 这话一出 顿时就让各派修饰精神大振 身为至强者的地狱第一君主 无疑是强横无比的存在 而今竟然被太玄老祖炼化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好消息 也意味着攻占地狱已经去掉了最强的阻力 更何况秦峰这位心境造化老祖已经说了 只要攻入地狱 一切所获尽归己有 这顿时就激起了无数修饰心中战役 第1142章连斩主宰天魔不同 事实上被激起心中战役的又何之是弊洛格派 无论龙凤两族还是自然神界各系主神麾下大军 甚至联盟中的强者 无不欢欣鼓舞 战役沸腾 堂堂地狱第一君主 至强者的强横实力 屹立在这片心域无数岁月的存在 让万千世界无尽生灵为之恐惧的魔鬼 竟然就这么死了 他一死 地狱还有谁能够抗衡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 难道还要让那几个已经受了重伤的大君主 抗衡己方的至强者吗 他们现在只怕连普通造化都打不过 如何跟至强者动手 更何况己方的造化 竟强者无论实力还是数量都要超过对方 所以必落联盟战役冲销 进阶奋力厮杀 欲要将面前的深渊大军击溃 赶紧冲入地狱事宜掠夺 虽然说地狱是黑暗阵营的世界 其中很多资源想要利用起来都必须经过各种手段洗练才行 但这毕竟是一座大世界 资源无尽 好处无穷 甚至还有各种蕴含法则甚至是本源之力的神物 若是攻入界内 这些都有可能被他们得到 倘若运气再好一点 夺取了某种蕴含大道法则的神物 直接就能凭借这些拯救大道 成就不朽 就连高等世界里都有这一类的东西 譬如北欧神界的世界树 彩虹桥 三大神拳等等神物 地狱作为一方大世界 又岂会没有这些能够助人正道的至宝 所以碧落联盟不仅各大军团战役激昂 那些先神强者更是兴奋不已 渴望成就更强的修为 与之相对 黑暗阵营却是脸色大变 心中不安 不仅地狱界内的所有魔鬼一族 全都心头惶恐 界外正在跟碧落联盟征战的深渊大军 也同样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而躲在星空深处远远观战的各界强者 见到这一幕后 更是彻底袭了救援地狱的心思 开什么玩笑 就连地狱第一君主这等强者都被斩杀 他们上去难道还要陪着地狱一起下葬不成 当下立刻就有一大批中等世界的主神 高等世界的神王悄悄离去 到了此等地步 这场大战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就算结果能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深渊强者的帮助下地狱最终勉强保存了下来 但其中折损的强者也不会少了去 对于那些黑暗阵营的中 高等世界强者来说 此时的地狱已经变成各了一个沼泽泥潭 陷入进去时有八九都会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再加上黑暗阵营的强者大都性情自私 他们才不会为了地狱的存亡而上赶着送死 虽然还有一批高等世界的强者以及少数几位造化主宰暗中观战 也是打算探查必落联盟此战过后会有什么动向 是满足现在的战果 还是继续攻打附属地狱的世界 又或者在自然神界的窜夺继续对黑暗阵营的世界动手 他们也好早做提防 正在交战的双方可没有功夫理会隐藏在暗中的那些强者心里在想些什么 此时大战正憨 哪里有闲功夫在一旁人 只不过 当地狱第一君主陨落 胜利的天平就不可避免地朝着必落一方开始倾斜 必落联盟各支军团士气如红 强者也都信心满满 将各自战力尽数发挥出来 越打越顺畅 反观深渊大军 虽然狂暴依旧 但是这些恶魔因为受到地狱第一君主的陨落而受到影响 从而士气有些低落 而且恶魔军团虽然也叫军团 但绝大多数终究还是不成体系 虽然强大的个体实力以及擅长混战的本领让他们跟乌合之众根本就挂不上边 但是在这等庞大规模的战场上 本来就吃了不成体系的亏 再见到地狱第一君主这等制强者都被避落强者斩杀 这些恶魔心中如何不惊 最重要的是地狱第一君主的陨落 同时也代表着对方阵营多出了两尊制强者 这仗还让他们怎么打 尤其是那九尊造化领主 此刻更是心中又惊又怒 震惊于太玄老祖的强横倒横 愤怒于地狱的无能 连第一君主都被打杀 这群只知道玩弄阴谋诡计的魔鬼怎么就这般没用 否则但凡再坚持一下 或者戒内那几尊大君主出来营救 将第一君主接应回去也好啊 而且这死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随着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获胜 深渊强者的心态顿时发生转变 已经不再想着此战还能否获胜 而是想着还能不能安全脱身的问题 他们原本就被数量多于几方的碧落阵营造化之主打的落在下风 一旦这两尊致强者盯上了谁 那可真是想走都难 所以没等太玄老祖他们过来 九尊造化领主就已经萌生退役 必须尽早撤离 否则等待他们的 恐怕将会是陨落的结局 只是此刻双方交战正憨 一旦心生退役 气机感应之下立刻就让碧落联盟的造化之主们有所察觉 想走 鬼祖阴侧侧的声音仿如从无间地狱深处传出的一般 又冷透露着飘忽不定 偏偏却又仿如能够勾人魂魄 顺着耳朵直接钻入心神 我碧落的战争也是你们想插手就插手 不想插手转身就能走的吗 既然来了 那就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否则今后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来我避落捣乱 初画间不仅挥下三尊造化僵尸爆发出无尽雄威 士气冲天 疯狂扑上 鬼祖更是身形一晃 仿如幻影一般围绕着对面那尊造化领主接连转动 请客间就不知道施展出了多少鬼道神通 战力全开下直接就将被他率领造化僵尸包围在内的那尊造化领主打得狼狈不堪 另一边弥陀佛祖周身浮光照耀诸天 驱散一切黑暗 将天地四方化作佛国 浩大的佛音冲澈虚空 念得跟他斗法的那尊深渊造化领主头昏脑爪 以往还真就没见过一边斗法一边念经的和尚 战争之主和火焰之主先前曾联手斩杀过一尊地狱大君主 似乎尝到了甜头后合作上瘾了 再次联手针对一尊深渊造化领主 同样也占据上风 尤其是战争之主不仅战斗力极强 而且那一身铁血气息还拥有着特殊的功效 竟然能够驱散深渊造化领主的魔器 展露出的实力着实非同一般 配得上他战争之主的神位 龙族的两尊造化老祖联手为杀一尊深渊造化领主 宝盘的道横本就胜过对方一筹 再加上一尊造化终其的龙族老祖 联手之下任由对方摩威滔天 却又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西皇既起天皇境 朱雀喷出无漫天难鸣离火 将一尊深渊造化主宰为在当中 欲要以无尽神火将其烧成灰烬 元素女神灰手间就是种种强横无比的自然魔法 将地水火风等等魔法演绎到了极致 但以法术威力而论 除了大帝母神以外 堪称自然神界诸多造化之主罪 而此刻这位女神不远处还有神风之主相助 两相联手 当然能够爆发出远超对手的战力 这就是强者数量多于对方的好处了 就算原本实力相当的造化主宰 在面对数量多于自己的对手时 照样会吃一个大亏 不过虽然这些造化主宰之间的战争动静骇人 要说声是最为浩大的 还要当属秦峰以及和他斗法的那尊深渊造化主宰 并非他们战力最强 他们的实力虽然强横 但是在场的造化之主中 比他们境界更加高深的还真不少 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是因为这两位此刻的体型变化的实在太过庞大 比寻常的星辰还要高出一截 而且动不动就会捞起一颗星辰当成石块头直 这么大的动静想要不引起注意都难 此刻这两位战斗起来仿如两头超级大猩猩 拳打脚踢 狂暴的力量轰击在对方身上砰砰作响 简直比雷霆还要狂暴 在虚空中能够传出亿万里外 不得不说 跟秦峰战斗的这尊造化强者实力确实强横 单以肉身强度而论 竟然不弱于秦峰的先天道体 而且还有无穷魔力供他挥霍 战力堪称惊人 只不过这尊深渊造化主宰虽然强大 强横的体魄和实力 以及各种威力惊人的魔法 和其他造化中期的强者没问题 可跟秦峰这类同修多种大道的造化之主斗法 那就要差点意思了 因此他们俩开战不过一日 秦峰就已经凭借多变的手段占据了上风 在体魄和力量都不输于对方的前提下 比的就是技巧了 在这方面 秦峰可从来都不弱于旁人 何况他除了正面争斗的手段以外 还有多种因人的法门 此时这尊造化领主身上不仅生死气息不断纠缠 还有阵阵不祥的气息不断往身体里面钻 偏偏正面还要应付秦峰接连不断的攻击 根本无暇花费精力彻底清除身上伤势和诅咒 轰 秦峰再次一拳轰出 打爆了对方再次投掷过来的一颗星辰 结果眼前一花 失去了对方的身形 这尊深渊造化领主竟然在这瞬间抽身而走 朝着下方地狱落去 他想要进入地狱 借助地狱的借壁阻拦强敌 获得喘息之机 康 秦峰眼神一冷 袭击感应下 瞬间拔剑就斩 弘连仙剑在他的操纵下变得无穷巨大 带着熊熊夜火斩过身前被打爆的星辰残骸 变光石火之间就斩在了这尊造化领主身上 曾的一生竟然将对方身躯斩成两半 秦峰见此 不有唯唯一争 随即就发现对方那两半身躯怦然炸裂 化为漫天魔气四下消散 竟然使用了类似于金蝉脱壳的魔法 骗过了秦峰的眼睛 不得不说 但凡是修炼到了造化境的强者 就没有一个是一余之辈 即便面前这尊深渊造化领主以肉身强横著称 不以其他手段称雄 但依旧有着种种保命的法术 能在关键时刻保住自身性命 逃出生死为局 只不过 这里毕竟是战场 而且避落一方强者数量占优 即便他从秦峰手下脱身而走 但立刻就被其他强者给盯上了 拉里走 原楚一直没有出手 始终都在小心看顾地狱强者出来偷袭的神水公主 见到这尊造化领主竟然欲要顿入地狱 顿时轻斥一声 速手一扬 顿时就见一道天河横空 滚滚巨浪挡住了那尊造化领主的去路 虽然很快就被这尊造化领主将长河打断 但是有了这瞬间耽搁 已经被秦峰从后方追上 秦峰同样收起法天向地无上神通 变回原形 手中红莲仙剑斩出千万道剑气朝对方劈去 在神水公主的帮助下 硬生生地将这尊造化领主肉伸斩的四分五裂 随后被他分别镇压在四项宝塔各层空间 以先天地水火封本源之力消磨对方残须 秦峰这边斩杀了强敌 另外基础战场也各有斩获 虽然最终并没能留下所有深渊造化领主 也不可能当真做到这一步 但是三尊领主战死当场 两尊重伤之下实在没有办法逃入地狱 最终只能选择破开时空缝隙 脱着重伤的残区逃入危险重重的未知时空深处 真正能够活着进入地狱的 也就只有四尊伤是轻重不一的造化领主而已 嘿嘿 一群黑暗生灵 也敢跟我们避落争锋 鬼族冷笑连连 尔等虽然也是魔道强者 跟天魔界比较起来 你们还差得远 他这话倒不是虚假 最起码论其保命的本领 无论深渊还是地狱又或者魔界 都比不上原始星域的天魔大世界的那些魔头 若是那些造化天魔面对这种局面 称死了也就陨落一两尊而已 甚至真死还是假死都尚且两说 若是不以特殊的手段追寻因果命术 彻底断绝天魔生机 搞不好用不了多少年那些魔头就能重新复苏 论其保命的本领 天魔界的魔头甩着方星域黑暗阵营三大世界强者 不知道多少条街 但也正是因此 才让毕落在这几场大战中接连获胜 夺取诸多好处资源 否则若都像原始星域的造化天魔那般难对付 毕落要想恢复本颜提升实力 还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 供入地狱 夺取本颜 第1143章地狱失陷灭族王种 随着深渊造化领主或伤祸王 或是逃入时空深处 或是顿入地狱界中 虚空战场顿时就安静了那么已顺 深渊阵营的无论是各层领主强者 还是他们麾下恶魔大军 在见到造化领主伤亡惨重顿逃而走的景象后 心中顿时生出不好的感受 就连造化镜的大领主都落得如此凄惨下场 即便未死的也都已经逃亡 留下他们这些最强不过永恒的存在 又如何抗衡碧落联盟 杀与之相反 碧落阵营的各方军团全部士气高涨 喊杀震天 对手已经没有了造化主宰坐镇 而己方不仅有这么多造化老祖 更有两尊不久前大展神威 斩杀地狱第一君主的至强者降临 如此强横的阵营 如此强大的底气 若是还心存顾忌 那也就不配被调来这片战场 不配加入远征大军了 就见各族军团士气如虹 举起各种法宝神兵朝着深渊大军杀去 而那些不朽和永恒静的仙神 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战力 操纵一条条大道法则 施展出强横的法术神通 向一众深渊领主以及他们挥下强者杀去 逃 不约而同的 这些深渊强者脑海中全都生起了这个念头 没有了造化领主坐镇 他们还如何跟碧落联盟争锋 再若不逃 等待他们的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些常年在战火中厮杀的大恶魔 对于危险的敏锐程度自然非常高 再说这里又不是深渊 并非他们自己的领地 不需要他们死守 面对远超几方的强敌 若是还不逃窜 那就只能等死了 呼啦啦一下子 深渊强者们四下奔逃 有的逃往地狱 试图跟那些造化领主们会合 有的逃向星空 从其他的方向重返深渊 显然是不愿意再继续参与地狱的这场争斗 他们原本在深渊呆得好好的 收到最深处那些造化大领主的征召 这才前来地狱增援 结果如今不仅造化领主战败 那些地狱的大君主干脆就没参战 这就让深渊领主们心里富菲不已 虽然几位大君主可以将理由推到伤势太重上 但这并不足以让深渊强者完全相信 或者说 关于使用阴谋诡计 将谎言和欺诈当作日常的魔鬼一族 根本就不值得任何信任 所以有很多原本就心存不满的深渊强者 纷纷逃亡星空 不过 在毕洛各派龙凤两族强者 以及自然神界的主神们的追杀下 虽然最终被这些强者逃离了大半 但也有三四成左右的深渊强者 陨落在这一战当中 这一下子最起码也让深渊空缺出了数百层领主之位 接下来的深渊只怕有得乱了 结果这些领主和强者们一走 他们麾下的恶魔大君可就傻眼了 恶魔大君的数量虽多 但是在这样的战场上没有强者坐镇 根本就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 甚至能否逃的性命都还尚且两说 惊慌失措下 深渊大君也都一轰而散 各自奔逃 只是这些家伙太不其心 各顾各的慌乱奔逃 顿时就让场面乱成一团 没等逼落联盟军团追杀 他们自己就已经起了内讧 再加上普通恶魔在虚空中 根本就算不上强者 速度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 虽然那些真正的强者 并不屑于亲自出手屠戮这些弱小之辈 但是在联盟大君的追杀下 最终活着逃离的不足三成 而这逃离的很大一部分也会因为 虚空中的各种危险而丧生 除了少数恶魔魔神以外 绝大多数就算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最终也会沦落到普通世界苟活 除非机缘巧合下遇到深渊入口 否则很难再回到深渊 带到深渊大君彻底败亡 碧落联盟各方强者汇聚军团 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地狱界壁外 再次组成战阵以各种威力强大的组合型法术不断轰击 虽然说在多了深渊的几尊造化领主入界以后 地狱一方拥有了更强的力量镇守 但是相对而言跟碧落阵营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一来碧落联盟后方也有原先追杀地狱魁军的各路强者 和军团不断汇聚过来 在旧式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这两尊制强者的加入 不仅抵消了深渊的那几尊造化领主 还给地狱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更何况无论地狱还是深渊的造化强者们还都伤势不清 而且碧落显然也知道时间紧迫 深渊如此大败 不可能不将消息传递回去 只怕已经惊动了深渊最身处那些轻易不出事的老魔头 要知道深渊作为这方心欲最神秘的大世界 其中不可能没有制强者 万一再来几位造化后期以上的大领主 定然会让这场战争出现变数 所以太玄老祖一声令下 联盟强者战力全开 率领各自麾下军团拼命轰击 硬是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强行轰破了守护地狱的戒壁 彻底攻入境去 这一次碧落联盟太过决绝 即便那几位地狱大君主没有再做任何保留 拼了命的袭击碧落大军 封印戒必裂痕 那几位深渊造化领主也在平平现身 帮助地狱抵挡攻击 但也难为大事 现在的碧落联盟实力太过强横 不仅碧落界内阁派修士军团起初 自然神界也在大帝母神的号召下几乎出尽全力 打算这一战彻底攻陷地狱 甚至就连原先巫师联盟的那几尊造化主宰 同样也召唤来了各自界内强者军团 朝地狱发起不间断的进攻 在这般庞大的实力面前 仅凭几个伤残的造化强者 以及地狱原本的留守力量 又如何扛得住这般强横的进攻 而当地狱界必被攻破的那一杀 占天老祖一马当先 率先杀入境去 紧随其后的并非其余造化强者 而是鬼祖麾下三尊造化僵尸 鬼祖虽然强悍 论其道行比战天老祖还要高出一筹 某些时候甚至比战天老祖还要疯狂 要不然当年也不会做出孤身一人杀入幽冥鬼界的举动 但那是因为当初局势紧张 碧落面临着庞大的危机 他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攻入碧落的幽冥强者撤离 事实上鬼祖在一般情况下做事异常缜密 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不会亲自冒险 否则岂不是浪费了自己修的轨道 所以这一刻他率先派出了自己麾下三大肉盾 让三具不具死亡的造化僵尸 抗衡地狱大君主和深渊造化领主们的攻击 随后才攻入境去 自然神界的战争之主兴高气傲 自知征战无双 又岂会落于人后 所以他比鬼祖还要快上一步 跟战天老祖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 其他造化老祖也都不甘示弱 尤其是巫师联盟的那几尊造化主宰 更是争先恐后 唯恐晚进一步地狱本源就被其他强者抢走 当这些强者攻入地狱 立刻就逼得那些大君主们再也无力封印戒毙 在界外几位留守的造化之主的指挥下 在诸多不朽和永恒强者的轰击下 很快就让那处裂痕变得愈发宽大 直到将裂痕打破的千里方圆 足以容纳亿万大君进入的时候 这些强者才齐齐施展法力 维持裂痕无法修复 指挥大军杀入地狱 通龙龙 天地间一片轰鸣 有地狱世界意志感应到强敌入侵 察觉到了极致的危机后 疯狂披落的雷霆 还有各方强者接连不断的战斗声 通明不断 震耳欲龙 天地震战 战火连绵 很快就蔓延到了大半个地狱 主要是不朽镜以上的强者移动速度太快 战斗起来摩擬空间非常广阔 再加上碧落联盟强者有意避开自家大军 免得殃及持雨 伤及无辜 所以就依仗数量优势强行击溃地狱魔鬼一族的强者 追杀的对方满世界乱窜 各派修士大军或是遇见飞行 或是搭乘一座座非洲楼船 弓阙齐翻 又或者将真元法力链成一片 成云驾雾杀向四方所有拥有魔鬼大军镇守的城堡魔宫 龙凤两族腾空而行 一个各线出本体 展露原形 将顶级神兽的气势展露得淋漓尽致 镇着的无数魔兽瑟瑟发抖 朝着一座座魔神宫殿发起了进攻 自然神界各系主神麾下军团更是毫无顾忌 一个各喊杀声震天 沿途踏碎一切城堡 掀翻所有城池 屠戮一切地狱魔鬼 论起杀戮的数量 竟然比毕洛各派修士军团还要更多 这是因为自然神界跟地狱相互对立 厮杀无数岁月 以往劫仇太多 一代代的仇恨传承下来 早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仇怨 此刻既然已经杀入地狱 当然不愿意看到魔鬼一族还有崛起的机会 所以在某些主神的受益下欲要图尽所有魔鬼 彻底覆灭魔鬼一族 这等凶残的作风看得毕洛各派也是为之则舌 修士们先前攻入其他世界 哪怕是巫师界也没有灭族绝种的念头 只要那些世界在被攻破后反抗之力不太强 或者没有做出让修士彻底恼怒的事情 都会留他们一线生机 给予对方延续族群的机会 就算真遇到那些决死反抗 甚至不择手段针对修士的世界 大多数时候也会选择扶持戒内其他族群崛起 取代原先的天地主角 当然屠戮那些反抗族群的事情 也是由这些扶持起来的族群去做 毕竟修士们以后还是要离开这方心欲的 也不愿意惹出太大因果 导致无穷怨念缠身 不然麻烦太大的话 会让他们以后修行受到阻碍 不过自然神系以及原先巫师联盟的那几尊主宰 可不在意这些 斩杀其魔鬼来那是毫不手软 杀得血流成河 尸堆如山 第1144章先天对先天野心落空 地狱界内战火弥漫 杀戮四起 战斗和死亡 在这一刻成了地狱的主旋律 曾经纵横整个心欲 以种种阴谋诡计让各界各族自相残杀死伤无数 让万界无数生灵为之金具和痛恨的地狱魔鬼一族 此时竟也成了联盟大军杀戮的目标 这些向来都不将其他种族生命当回事的魔鬼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 竟然也会沦为其他世界大军屠刀下的亡魂 虽然魔鬼一族天生强横 除了狡诈的天性以外 还有着不输于魔族的强横身体 以及能够跟深渊恶魔媲美的天赋技能 放眼这片心欲所有世界都能算得上是最顶尖的强大种族 但是他们最精锐的大军已经在碧落界外被击溃 剩下守护界内的精锐的大军不足原先的半数 而且分散在界内各处 自然无法抗衡碧落联盟入侵的庞大军团 即便后来碧落各派以及龙凤两族和自然神界的各大军团 全都分开作战 沿着不同的方向进攻 但势头依旧凶猛 不是寻常城堡和部落所能阻拦 若非在某些地域强者的组织下 将各城各部魔鬼汇聚在一起 聚集在极处险要之地进行防御 只怕就要被自然神界和巫师联盟那几位主宰 麾下大军给屠戮大半 即便如此 在各族大军所过之处 也是失衡遍野 满地残骸 城池被推到 魔宫被轰塌 资源被掠夺 矿脉被占据 这一场大战过后 倒是让原本居于荒野 西西山林的各类魔兽开启了饕餘盛宴 能在地域这等恶劣环境中生存的魔兽 少有不以血肉为食的魔兽 就算那些体型较小的血眼魔兔 尖鼻魔鼠等等 平日里以草木和各种果实为生的小型魔兽 此刻也都展现出了獠牙 露出了平日里所没有的凶残 偷偷摸摸地跑出来啃食魔鬼血肉 以至于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地域各种魔兽族群数量增加 且都是血成性 这一切都跟这次大战魔鬼各部死伤太过惨重 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 就算手续阵营在如何痛恨地域魔鬼 也不可能真正地将魔鬼彻底灭族 不是不想 而是很难做到 以来地域毕竟是一座大世界 疆域太过辽阔 魔鬼一族的数量实在太多 再加上除了那些占据险要之地 驻守一方的魔鬼大军还有饥可寻 其余很多魔鬼都躲入荒野 钻进深山 寻觅各种荒僻难寻的地方作为藏身之地 趋利避害乃是生灵的天性 面对危机寻找合适的地方 苟且偷生对于狡诈的魔鬼一族来说更是理所应当 他们才不会在明知必死的时候 还要为了所谓的颜面而出去跟入侵大军拼个生死 所以等到这次大劫过去之后 绝对会有大批的魔鬼从各处钻出 继续繁衍生息 不过最重要的是 各族大军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进行杀戮 这才是真正让魔鬼一族得已延续下去的主要原因 因为很快 深渊最深处那些九步出师的老辈造化 净恶魔大领主就会到来 到时候局势转变 可容不得他们还无所顾忌的杀戮下去 至于联盟各方的大能 不是在对付地狱和深渊强者 就是在忙着寻找地狱本源和各种蕴含法则的神物 哪里有时间浪费在屠戮普通魔鬼上 对于这些强者来说 能够下达命令让大军尽可能的杀戮魔鬼 减弱黑暗阵营的实力就足够了 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除非对魔鬼一族异常痛恨的存在 否则很少有愿意亲自放下身价和即将得手的好处 去屠戮那些想对他们来说非常弱小的存在 直插苍穹的一座大山巅峰 庞大的魔神宫殿升起了一层厚实的防御护照 魔宫内 第二君主等大魔鬼和几尊深渊造化领主全都聚集于此 不断施展魔法扰乱外面正在攻打防御的造化之主 他们在戒壁被攻破的时候就知道 单凭他们现在这副重伤的状态 根本就不可能抗衡得了碧落联盟这么多的造化大能 所以他们就在第二君主的带领下 边战边退 将碧落阵营的一众造化强者引到了这边 依靠地狱第一君主的魔宫进行防御 群长魔宫当然不具备抗衡这么多造化老祖的力量 即便这里是地狱第一君主的魔宫 拥有种种强大禁制手段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才对 但是第一君主的魔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之处 这里除了无数的魔法禁制以外 还跟地狱大世界的本源相连 在遇到绝对危机的时候 能够借助世界本源之力进行防御 这是无数年以前地狱遭遇浩劫的时候 第一君主在击退强敌后 并没有将世界之星完全封印起来 而是预留了一条通道连通自己的魔宫 他并不是想要依靠世界本源之力进行修炼 而是为将来预留的后手 一旦世界被强敌攻破 那么世界本源就算暴露出来 暴露的位置也只能是他的魔宫 如此一来 只要他的魔宫没有被攻破 地狱本源当然就不予有失 这算是整个地狱最后的底牌 所以第一君主并没有隐瞒其余几尊大君主 而是将最后这到底牌的使用之法告知了他们 免得关键时刻坏事 反正第一君主自持实力强横 只要他还活着一日 其余大君主就不敢造他的反 不可能抢博他的魔宫 所以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此时必落联盟大军入侵 世界动荡不断 在各方强者不断破坏之下 本源之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然后就被第二君主利用机会调集本源之力加持魔宫防御 以先天本源之气用来防御 立刻就将魔宫的防御禁止提升十倍 防御力简直坚不可摧 即便避落联盟强者众多 短时间内竟然也拿这道防御屏障无可奈何 好手段 好算计 好心机 太玄老祖站在魔宫的防御屏障前面 伸手抚摸在上面 感受了一下防御力度 察觉到了其中的先天气息 忍不住出口称赞 地狱的这些大君主虽然将太多心思用在了阴谋诡计上 但不得不说他们的心思足够灵活 胆量也足够大 竟然敢做出这种布置 牵引世界本源来做防御 此举虽然有些危险 却也不失为一种后手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说不得还真被这些家伙扛过了这次大劫 他跟大帝母神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界内 进来后也在将神室分散四方 探查地狱本源的动向 直到鬼族等人发现实在无法在短时间内攻破这座魔宫的防御 这才将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请来 准备请这两位至强者出手 破开屏障 打破魔宫防御 地狱这些大君主确实做得出这些事情 大帝母神点点头 附和了一句 以他对地狱魔鬼的了解 这些阴险狡诈且还真做得出这样的事情 虽然直接将世界本源连接在外确实危险 若是被敌对世界的强者探知到消息 只要耐心地寻找机会甚至主动制造机会 是很有可能让地狱本源受损的 但他们就是这么做了 所以现在第二君主他们才能借助这道防御安然无恙 只不过 几位魔鬼大君主看到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到来后 顿时心中一紧 其他造化老祖也还罢了 实力虽强 但还没有超出他们的应付能力范围外 但是这两尊至强者就不一样了 至强者之所以被称作至强者 那是因为他们无论道行还是战力 都已经超越了寻常造化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已经不是普通造化所能匹敌的存在 所以面对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 这几位大君主大领主又如何不惊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失望将被落强者击退 只想在本源之力的消耗下能够支撑到深渊再次派出强者来源 尤其是此刻 面对两尊至强者的压迫 这些黑暗阵营的强者全都感到心中有些发虚 于是第二君主发狠 直接扩充了一下连接本源的通道 抽取更多的先天魔器出来 不仅将魔宫防御变得更强 他们还跟几尊深渊造化领主一起吸收先天魔器恢复伤势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信心能够支撑到最后一刻 所以就打算尽可能地恢复几分实力 免得当真被避落联盟打破的防御连反抗的实力都没有 事实上第二君主做出的决定很正确 因为太玄老祖挥手继出现天灵宝阴阳图 将整个魔宫连带那硕大的防御护照包裹在内 先天阴阳二气生生不息 阴阳于旋转下不断炼化消磨那层厚厚的屏障 以先天阴阳二气炼化先天魔器 倒算是对了路子 否则以后天之力攻打绝对是事倍功半 在太玄老祖的强横手段下 最终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将防御护照消磨出了几分破绽 虽然魔宫防御在源源不断的本源魔器支撑下 不会发生能量不足的事情 但是却也扛不住太玄老祖虐天的手段 他以阴阳二气不断炼化 最终将防御护照弄出了一个阴阳点 在他的指挥下诸多造化大能一起出手 以阴阳点最为突破点 一举将防御护照打破 攻杀进去 至此 地狱大世界最后的防御也被攻破 仅凭这几位大君主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挡得 铸碧洛联盟这么多造化强者 本源之力注定被夺 地狱的没落 已经无法逆转 阿 第二君主被太玄老祖义拐杖打飞出去 魔体狠狠地撞在了后方的宝座上 不过他很快就重新起身 站在了连接世界本源的通道前 口中怒吼连连 招呼其他大君主和几尊深渊造化领主 那几位深渊大领主很快就到 我们再支撑一下 应该能撑到他们到来 他心里既是不甘让地狱就此没落下去 也是有着自己的打算 如今第一君主已经陨落 整个地狱唯有他实力最强 此刻世界一直在他身上倾注的天道之力也最强大 这就让他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几分野心 想着等深渊强者到来及退避落强者以后 他就能成为地狱星的世界之主 就像舵天使一族大首领露西法 取代了魔界上一任大魔王撒旦一样 既然露西法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又为何不能 只是还没等他的话音落下 就发现其余几尊强者的身形已经朝远处飞去 紧留他自己孤零零的一个站在原地 第1145章瓜分地狱本源碧落终将回反 自从地狱第一君主陨落以后 第二君主心里就升起了无尽的贪婪 他也渴望像魔界新任大魔王露西法一样 借着上任地狱之主陨落的空挡上位 夺取地狱之主的位置 将来也好借助整个地狱无边系运和世界意志的加持成就之强 只可惜 他的小算盘虽然打得啪啪小 但其余几尊大君主跟他同为造化镜的大魔鬼 同样也都是心思狡诈瞬息就能转动无数念头的存在 又岂会看不出他的打算 地狱第七君主他们也并非就没有过跟第二君主一样的念头 只不过他们自知实力不足 无法承担起地狱之主的身份 所以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既然下一任地狱之主跟自己无关 以他们的心性 又怎么可能冒着几乎必死的风险来成就第二君主的野望 所以他们跑了 而且跑得飞快 还没等第二君主的话语说完 就已经不见了踪迹 并非他们不愿为守护地狱而战 而是当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 这些天性狡诈的魔鬼大君主们立刻就让理智占据了上风 深渊最身处的那几个老家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如何敢跟弊落联盟一众主宰正面抗衡 更何况对方还有两尊治强者在场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根本就没有丝毫胜算 若是跟着第二君主留下继续抵挡 哪怕进入本源通道 进入地狱之心的核心之地跟避落强者争斗 固然能够凭借狭小的地势多突延一时 但最终却也无法避免败亡的后果 还会被对方诸多造化彻底包围 到时候再想逃命都不可能了 就连同为地狱大君主的他们都逃了 那几尊深渊造化领主又岂会留下送死 若是他们自己的深渊领帝也还罢了 至于地狱 能来帮忙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还想让他们留下死战 那绝不可能 所以这几位造化领主走得比第七君主 他们还要干脆 不过 几尊地狱大君主虽然自私的心性占据上风 将自己的性命摆在了首位 但他们对于地狱终究是有着深厚感情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是想要挽救一下 所以 第七君主他们顿逃的时候 直接呼喝出口 你们敢敢夺我地狱本源 从此以后我们将会展开无休止的复仇 无论是碧落大世界还是自然神界 以及巫师联盟的几个高等世界 你们今后就不要再想派遣大军离界了 否则出来一次 我们就袭击一次 若是没有造化主宰守护 出来多少我们斩杀多少 嘿嘿 不如就先从界内那些军团开始 本君主倒要看看你们这所谓的精锐远征军团到底有多强悍 既然入了地狱 那就让他们的灵魂永远沉沦在地狱吧 这番话一出 在场的绝大多数造化之主进阶心中一惊 如果当真被地狱这几尊大君主盯上 搞不好今后世界还真就要与世隔绝 在没有消灭他们以前 任何人离界都是危险 甚至若仅有一两尊造化之主离界 都有可能遭遇到他们的围攻 而那几尊高等世界的造化主宰文言更是脸色大变 他们是各自世界唯一的造化强者 这几位大君主若是愿意 联手之下很有可能强行攻入他们的高等世界 进行各种杀戮暴富 甚至若是这些魔鬼大君主再阴险一些 施展他们最擅长的手段 暗中挑拨这些造化主宰挥下神灵谋法 让界内陷入自相残杀 不用冒险就能让他们界内陷入混乱 所以震惊下这些造化强者几乎想都没想 立刻呼啦啦地追出去一大半 欲要彻底斩杀了那几尊地欲大君主 否则今后他们将会永无宁日 第二君主看着面前少了一大半的 碧落联盟造化主宰 心情确实没有丝毫放松 诚然 各界对于第七君主 他们的威胁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 但是并非所有的造化老祖都惧怕这些 碧落在这方心欲待不了多长时间了 因为原始心欲的大敌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搞不好现在妖族已经开始串联天魔 幽冥等界准备远征事宜了 所以带到从地狱回返以后 碧落就要考虑何时重返原始心欲的事情了 注定在这方心欲待不了多少年 所以碧落各派强者对于地狱这几尊大君主的威胁 最不放在心上 虽然也出动了数位造化前去追杀 但那只是单纯的不想放这几个大敌逃走而已 毕竟能让以后减少几分麻烦也是好的 还有龙凤两族的造化老祖 更是对第七君主他们的威胁不屑已故 有本是你们横渡心海 前往原始心欲找得到天龙大世界 天皇大世界再说这些 若是去不了 那对龙凤两族来说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所以敖盘和西皇他们全都没走 依旧守在魔神宫中 盯着前方的第二君主洞都没动 相对于追杀几个逃走的地狱大君主 远没有夺取地狱的先天本源 更加让他们兴奋 有好处不拿反而去为了这方心欲 其他世界的安危浪费法力消耗时间 那不可能 毕竟他们又不是碧落 跟龙凤两族的关系可没这么好 不过 朱雀和另外一尊造化中奇的龙族老祖 还是追了出去 既是为了相应碧落一方 也是为了防止几尊大君主 对戒内龙凤两族大君动手 不过自然神界和那几尊高等世界的造化 主宰可就坐不住了 绝大多数都追杀了过去 欲要将几尊魔鬼大君主彻底斩杀 以绝后患 如此一来 在场还留下了七八位造化 但即便如此 也不是第二君主能够抗衡的了 更不用说太玄老祖和大帝母神也都站着没动 第二君主望着这两尊治强者 心中忍不住生起了几分绝望 若是第七君主他们不逃 深渊那几位造化主宰也都能留下来跟他一起抗衡 待到深入地狱之心的那处空间 他们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未必就撑不到深渊再次来源 可现在 仅剩他自己 又该如何抵抗对方这么多强者 到了现在这等地步 不要说成为新的地狱之主了 他连活命的机会都没了 烂说他本身伤势未遇 就算是全盛时期也不可能从两尊治强者和这么多后期 甚至巅峰境界造化老祖的围困下逃脱性命 第二君主既然这么想要守护地狱 那就跟地狱一起陨落吧 太玄老祖语气淡淡 抬起手中骑行拐杖就朝着这尊地狱大君主的脑袋敲了过去 轻飘飘的动作 却带着比一颗恒星还要沉重的力量落下 砰 第二君主应接了这一击 顿时被这无穷力量打得倒退 亮枪了几下才重新站稳了身形 有我等在 又何须太玄老祖动手 敖盘倾笑一声 区区一尊受了伤的魔鬼君主 就交给我们来应付吧 书画间敖盘张口喷出一颗浑原的龙珠 当头就朝第二君主砸去 西皇伸手一影 天皇净凭空出现 放出万道豪光 封锁第二君主四面八方 元素女神举起手 中泛着七彩神光的权杖 挥动间就是道道强横无比的自然魔法 弥陀佛祖双手合十 佛因灌脑 搅得第二君主心神不宁 随后伸手一抛 接引宝状化作一道金光 隔绝了第二君主和地狱本源之间的联系 牢牢地封印住了地狱本源魔器外溢的通道 在这么多造化后期乃至巅峰境的强者为杀下 第二君主根本就没能坚持太久 何况还被弥陀佛祖隔绝了先天魔器的灌输 更加难以为继 没过多久就被这几尊强横的存在联手打杀 肉身无存 魂魄化为飞灰 至此前往地狱本源的通道在吴祖兰 弥陀佛祖伸手召回皆引宝状 太玄老祖率先而行 其余几尊造化老祖跟在后面 相继进入地狱本源所在的独立空间 将地狱之星瓜分一空 第1146张恶魔镰刀深渊计谋 浩瀚无边的星空深处 一尊头生双脚 长着一张仰脸的苍老恶魔横空飞过 这尊恶魔苍老到了全山上下所有裸露在外的肌肤 都是干巴巴的皱纹 虚发苍白的有些泛黄 阁下一缕山羊湖也是稀稀疏疏 看上去好似老的连胡须都快要掉光了 不过 就是这么一尊颤颤为为 仿如随时都有可能断起的老恶魔 却是神速无比 仿如虚空跳跃 跃过一颗颗星辰 一片片虚空 最终来到了地狱大世界所在的那片星空 远远的 这尊仓老恶魔强者在看到了地狱那庞大的星体后 顿时心中唯唯一松 只是还没等他这口气彻底松弛下来 就见地狱大世界猛然一颤 或者说 是守护地狱的戒壁猛然震战起来 随后原本强横坚固的戒壁出现了破败的迹象 有的地方更是露出了一个个硕大的祸口 露出里面混乱的场景 原本地狱就已经足够混乱了 此刻更是大地开裂 山川塌陷 江河倒灌 火山遍地 犹如无数烽火狼烟 炽热的岩浆肆意喷洒 把大片大片的山川荒野变成了火海 将无数没有及时逃离的生灵淹没其中 怎会如此 苍老恶魔心中一惊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就在他欲要加快速度迅速赶到地狱仔细查看的时候 猛然就见地狱破裂的戒壁缺口处飞出几道身形 这几道身影一个各魔器四溢 气息凶残 分别是三尊深渊造化领主 以及两尊地狱魔鬼大君主 老年恶魔见到他们 心中略为一松 正想打个招呼 突然就见紧随几尊造化领主和大君主的身后 使几尊气势强横的造化之主紧跟着追出了地狱 施展种种强横的手段朝那几尊造化领主和地狱大君主杀去 而在戒内 同样也有浩荡的斗法波动传出 显然 戒内还有造化劲的大君主没有逃出来 被碧落联盟的强者堵在了里面 嗯 老年恶魔心思和其敏锐 立刻就知道事情不对 其中一尊造化领主落在后方 被几尊碧落强者死死纠缠住无法脱身 各种强横的道法神通简直不要命的进攻 将那尊本来就状态不甚好的造化领主打得浑身欲血 狼狈不堪 眼看那尊造化领主有着丧命的危险 老年恶魔顿时忍不住了 口中爆喝一声 伸出一只苍老的魔爪朝那边抓去 漆黑可怖的魔爪直接透过层层虚空 竟然抓向了那头满身火焰看上去最为爆裂的美丽神鸟 揪 朱雀原本正在煽动无尽难民离火 欲要将那尊被他们围困起来的深渊造化领主烧成灰烬 没想到半途遭遇到了偷袭 让他原本准备喷出的火焰给憋了回去 这顿时让朱雀气恼不已 他猛然抬起腹下利爪 朝着那只魔爪抓了过去 哄 朱雀神爪和那只漆黑干枯的魔爪队撞在一起 原以为能够一把抓碎这只老手 随后顺藤摸瓜杀向对方 结果没成想那只魔爪上蕴含着远超朱雀想象的魔力 一击之下非但没有让他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整个身形都被这股庞大的力量给击退万里 顺带阻挡了一下后方准备朝深渊领主挥出神剑的战争之主 看到朱雀倒飞的身形 战争之主气恼不已 若非朱雀阻拦 他这一剑落在那尊深渊造化领主身上 其就算不死也会遭到重创 可是现在 他却只能收起神剑 让过朱雀的身形 否则真要不管不顾地砍下去 绝对会让朱雀受伤 此时自然神界跟毕洛正处于最亲密的时候 所以即便战争之主心里再如何狂暴 也不敢为了自己的战机而不顾朱雀性命 否则真要伤到了朱雀 绝对会让毕洛跟他们交恶 更会彻底惹怒了凤凰一族 从而影响到整个自然神界的谋划 毕洛如今的实力太过强大 而且这座外来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迎来一场浩劫 在这个时候得罪毕洛可不是什么好事 真要惹及了毕洛 到时候他们祸水东瘾 在原始新域的大敌攻打过来的时候 将自然神界拖下水可就坏了 所以战争之主强行收起神剑 原本欲要展出的庞大力量往上一扬 将上方虚空展出了一道不知道有多深的裂痕 不过 相比于战争之主心中的不悦 朱雀却是真正恼怒无比 他本就性情高傲 原本十拿九稳的战斗 结果却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给搅了局 不仅将他击退 还顺带让自己阻拦了战争之主的必杀一击 这顿时就让心高气傲的朱雀有些接受不了了 他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 暴怒之下一声奉鸣 震翅闪出无边南明里火 抬起腹下那双利爪 同样也抓破虚空 朝着原处那尊老年恶魔强者抓去 前方 老年恶魔强者的魔爪逼退了朱雀以后 立刻就抓向了那尊深渊造化领主 而那尊领主也没有丝毫反抗 就准备任由对方抓着自己离开包围 哼 电光石火箭 鬼祖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 挥手探出一只白骨鬼爪 骨爪仿如从幽冥地狱中探出的一般 就在老年恶魔抓在那尊造化领主身上的同时 鬼祖的那只白骨鬼爪却是一下子抓在了对方的魔爪上 在那尊造化领主身外又包裹了一层 随后鬼祖用力一拉 嘎嘣声响中 不仅硬生生地拉住了那只魔爪 没让对方将手臂撤回去 甚至那尊被他和苍老恶魔抓在手中的造化领主 更是闷横一声 悬身骨刺被抓断了大半 体内骨骼血肉也被捏爆了多处 深渊的强者 哼哼哼 鬼祖口中冷笑连连 尔等当真好大的胆子 一而再地参与我必落的战争 真以为我们就无法奈何深渊了不成 你是谁 苍老恶魔强者谨慎地望着鬼祖 随后道 放了阴魔领主 否则 你们会后悔的 哼 鬼祖对于他的话语嗤之以鼻 你确实强大 即便本作与你争斗也没有把握完胜 不过仅凭这些 还不足以将这家伙救走 说话间他看了一眼被他们围困起来的造化领主 道 此聊先前在界内意图杀戮我必落修士 如今好不容易被我们追杀到这等地步 哪里是你说救就能救走的 你既然来了 那也不要走了 干脆一块给地狱陪葬吧 说话间鬼祖的白骨鬼爪用力 同时身后升起十条粗大锁链 哗啦啦声响中 就要探入虚空 朝那尊苍老恶魔强者缠绕而去 其余几尊造化也都纷纷出手 朝着被苍老恶魔和鬼祖捏在手心的造化领主杀去 砰 苍老恶魔强者用力一抖 强行震荡白骨鬼爪 唯唯一松魔爪 给了那尊阴魔领主一个逃命的机会 阴魔领主立刻晃动身形 凭空化作一道旋风飞出 虽然没能彻底突围 但也躲过了大半攻击 没有死在当场 对面 苍老恶魔强行挣脱鬼祖的白骨鬼爪 收回了手臂 随后从漆黑的魔袍中抓出一柄狭长的镰刀 镰刀一勾 立刻就化作阴影 勾向了朱雀的那双神爪 感受到镰刀上那无尽的锋芒以及强横的威力 朱雀顿时被吓了一跳 若是他稍显大意 搞不好就要被这把狭长的镰刀给勾断了双爪 他双爪一化 避开镰刀锋芒 叮叮当当几声金铁交鸣声响过后 朱雀连忙收回双爪 不敢再轻易出招 他这才知道对面这尊老掉牙的恶魔竟然如此强横 他若是继续跟对方争斗下去 绝不是对手 所以 他干脆利落地收回了攻击 不敢再轻易以自身犯险 随后身形一晃化作人形 斗手就要寄出来以正道的先天领宝南鸣里火珠 他的肉身固然不敌对方镰刀锋芒 但是凭借南鸣里火珠的强横威能 却也不惧对手 即便不敌 也能支撑几日 鬼祖冲他摆了摆手 朱雀倒有无需如此 这尊恶魔强者交由我来应付救世 如此 有劳了 朱雀点点头 他性子干脆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直接转身就朝那尊已经被重创的造化领主杀去 只不过心中郁闷确实让他爆发出了强横的威能 南鸣里火竟然直接烧他虚空 将满腔的怒火朝那尊造化竟深渊领主倾泻而去 助手 苍老恶魔强者眼看那尊造化领主再也无法抗衡几尊强者的围攻 随时都有丧命之围 而鬼祖不仅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势朝他扑来 更是挥袖放出了三尊造化僵尸 以何为之事将他围在当中 面对鬼祖这般奢华的战斗方式 顿时让这尊苍老恶魔眼皮子直跳 他口中连忙喝道 我此来并非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 还不快快助手 难道你们非要跟我伸冤不死不休 不是来拼命的 难道你还是来劝架的不成 鬼祖冷笑一声 伸冤 好了不起吗 难说你们不可能举戒远征 就算真来了 你看我碧落是否畏惧 以那尊苍老恶魔强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道你以为这次伸冤就只出动了我一个不成 你们就不想想 其他深渊造化领主去了何处 第1147章恶魔无奈城下之盟 在接到阴魔领主他们的救援以后 我们立刻出动 只是你们就不奇怪 为何只有我一个来到了这边 就没想过其余深渊造化大领主去了何处 苍老恶魔强者这番话一出 顿时就让在场大能心中一惊 鬼祖缓缓停下了身形 冷冷地看着这尊老恶魔 你是说 其余深渊领主去了碧落和自然神界 你猜呢 苍老恶魔领主浑浊的眼神中透露着无尽的邪恶 嘴角流露出一丝阴森的冷嘲 你猜他们是全部去了碧落或者自然神界 还是分别去了不同的世界 包括那几个巫师联盟的高等世界 你们觉得有没有深渊强者前往 此言一出 所有造化都不由放缓了攻击 自然神界的几位造化之主 当然知道他们留守界内的实力到底如何 若是深渊的那些久不出世的老家伙 全部去攻打自然神界 搞不好还真有可能让自然神界吃一个大亏 所以脾气最为爆裂的火焰之主立刻就待不住了 马上回报母神 召集大军回返自然神界 在他想来 反正地狱之心已经被夺 地狱和巫师界一样 从大世界的级别上往下降 即便凭借界内庞大的资源 灵脉 还能保持在高等世界的级别 但失去了诸多大君主的高等世界 可不被自然神界放在心上 虽然继续留在地狱可以掠夺无数资源 但以自然神界的底蕴 即便没有这些资源也一样过得很好 有了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反正最重要的地狱之心 已经被两大世界瓜分一空 没必要在为了其他资源 而让自然神界处于危险当中 就算这种危险也只是有可能发生 万一深渊兵分两路 出动的强者分别袭击被落合自然神界的话 以他们留守的力量 绝对不会让深渊强者轻易攻入进去 但凡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真出了事 那 就在自然神界的造化主宰们心神不宁的时候 鬼祖却是冷笑一声 阁下身为深渊造化领主 竟然也学地狱魔鬼这一套 用言词来威胁我等 只可惜你终究不是地狱魔鬼 所以还是少拿这套来胡弄人 这些年来想攻必落的大世界多的是 但真正攻入进去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如今再多一个深渊又能如何 初画间鬼祖大手一挥 无需留守 给我杀了那个什么阴谋领主 本座平生最狠的就是拿言词糊弄我的了 但凡敢拿本座当傻子糊弄的 都该死 初画间鬼祖身上气势大放 鬼气弥漫黄泉之水画作滚滚恶浪铺 天概地一般朝着苍老恶魔强者扑了过去 以老恶魔又惊又怒 没想到竟然碰到了鬼祖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存在 他一边阻挡鬼祖的种种鬼道神通 一边喝道 我知你必落界必强横 还有一尊至强者境界的存在守护世界 但你以为我深渊就无至强者了不成 还有自然神界 你们以为在至强者和一种深渊强者的攻击下 自然神界当真能坚持下去 就不怕遭到跟地狱一样的待遇 鬼祖口中冷笑 心中却也有些不安 只是强坐镇定 不愿在这尊深渊强者面前露了雀 否则只怕对方就真要的偿所愿了 在鬼祖想来 反正深渊强者已经出动 此时再如何着急也没用 还不如先将眼前这些家伙斩杀 以后就算要跟深渊开战也能减少几个强敌 大不了稍后就将事情告诉泰玄老祖 以泰玄老祖横穿星空的速度 很快就能赶回去 就算深渊强者全都去了碧落 带到泰玄老祖回去后也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不过 鬼祖虽然觉得自家无碍 但是自然神界的那些造化主宰门就不一样了 他们对于自然神界的防御可没有足够的信心 毕竟自然神界可没有春秋老祖这等与天河道的强者 仅凭留守的那些存在 绝对不是深渊至强者和一众大领主的对手 若是不及早赶回 还真有可能被对方打破戒壁 所以他们就表现出了些许的迟疑 甚至火焰之主已经火急火料地将消息火速传递到了地狱界内 告知还在地下深处正跟泰玄老祖他们瓜分地狱之心的大地母神 苍老恶魔见到自然神界的反应 顿时心中一松 他还真怕自然神界的这些造化之主跟必落得大能一样刚 否则今天不要说救援这几尊造化领主了 只怕连他自己都要搭进去 还有你们 苍老恶魔又将目光转向了那几个原巫师联盟的造化主宰 现在退出 我还能既往不救 否则再要是不知好歹 就算现在没有深渊主宰攻打你们的世界 过后我也将亲自率领恶魔军团攻占尔等世界 这番话一处 原处那几个原本就心头坠坠的造化主宰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虽然碍于颜面还没有往后退走 但是却已经收手不在战斗 不过这几个高等世界的造化主宰退出 并不影响大局 因为真正的主力还是碧落和自然神界的强者 尤其碧落一方 在听到鬼祖的话语后更是毫不留守 反而加紧了攻势 相对来说 碧落的大能更加齐心 也能大致地明白鬼祖的意思 就算真的生出了要霸占的念头 也不会流露出来 反而要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去搏杀 给对方带去足够的压力 占据了上风后再去谈判可要比被对方拿捏住好得多 果然 那尊苍老的深渊恶魔领主见到这一幕后 也是心生无奈 碧落的这些强者实在太过另类 他还真有些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 而且 当节内转来一阵轰鸣 围杀地狱第八君主的秦锋和战天老祖顺着戒壁残缺杀出 只扑这尊苍老恶魔领主 跟鬼祖苍阳一起围杀他的时候 这家伙也有些扛不住了 毕竟鬼祖本就不弱于他 加上三尊造化僵尸实力还要更胜一筹 此刻加上五道强横的战天老祖 以及同修九道神通无数的秦锋 立刻就让他感到了庞大的压力 再这样下去 他只怕就真要考虑图为顿逃的可能了 否则绝对会被这几尊毕落强者为杀于此 你们非要跟我伸渊结下死仇不可 苍老恶魔领主大声喝道 我知道你们毕落的死对头即将到来 只要你们就此罢首 我可以保证深渊大世界到时候绝对不会在你们个原始星域的强敌交战的时候乱来 还不停手 难道非要逼着我们跟原始星域的强大世界联手进攻必落不成 这老魔头也是有些气急败坏 不过他终究还是没有失了理智 还真不想跟原始星域的妖魔等大世界搅合在一起 否则一旦毕落战败以后 谁能保证原始星域的妖魔强者不会对这方星域动心 所以让毕落跟原始星域的远征大军死磕才是正理 最好弄得两败俱伤 让他们深渊减割便宜 不仅能趁着毕落衰弱之际抢夺本源 还能从妖魔等族强者身上夺取好处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至于局势到底如何 那就要看事态发展了 听到苍老恶魔领主这番话语 鬼祖的攻势才稍微缓了一缓 道停战可以 不过我对你们黑暗阵营的强者缺乏信任 需得签下契约 立下大道誓言 保证深渊到时候不能给我们捣乱 苍老恶魔听到这里 如何不知鬼祖先前打算 毕落的这些家伙原来也已经动了停手的心思 只不过还想占些便宜 这才故意做出拼命的样子 也怪自己沉不住气 否则再坚持一下 又何至于被逼着跟毕落联盟签下这等契约 而且立下誓言以后 万一有其他深渊领主没有忍住 暗中对毕落出手 这大道反噬岂不是就要落在自己的身上 就在苍老恶魔犹豫不决的时候 却没想到毕落强者的要求还没完 就听秦峰开口说道 地狱已经被我们攻破 那两尊大君主绝对不能放他们离去 必须斩杀了才行 否则他们心怀仇怨 以后肯定会对我们不利 与其日后费心费力地防范他们的偷袭 还不如现在直接解决 免得以后麻烦 不错 行到有思虑周全 就这么办 鬼祖哈哈一笑 随即看向心中犹豫不决的苍老恶魔 怎么 你还在犹豫什么 方才可是你答应的深渊不再跟我毕落为难 难道这话还有虚假不成 胆敢诓骗我等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战天老祖一群轰出 狂暴无比 杀杀杀 杀了这尊魔头 攻入深渊 既然深渊强者大举外出 内部定然实力空虚 反正他们也攻不破毕落的防御 不如我们直接杀向深渊 打破各层世界 我倒要看一看深渊还能不能恢复如初 这话一出 苍老恶魔灵主心中欲发发苦 碧落怎么全都是如此难对付的家伙 真要被这么多造化之主攻入深渊 那麻烦可就大了 别的不说 只要将他们这些造化主宰的世界打残打破 就会让他们的大道法则受到影响 眼看鬼祖战天老祖和秦峰攻势越来越强 还真有要为杀自己的样子 被逼无奈之下 他只得叫道 签契约 我跟你们签下契约就是 第1148章好处捞足朱强撤离 苍老恶魔灵主在秦峰和鬼祖他们的逼迫下 不得不签下契约 立下大道誓言 即便他满腹愿毒 很是有些不情不愿 奈何形势比人强 如今落在了对方的围困当中 想要脱身都困难重重 也只得签下城下之盟 而且鬼祖是何等精明的存在 不仅在契约和誓言上读死了这尊 深渊恶魔灵主的所有退路 给出的誓言和契约反噬后果 更是让这尊老恶魔心颤不已 他心里按下决定 回去后一定要看好深渊的那些造化灵主 绝对不能让他们暗中乱来 否则到时候倒霉的可就是自己了 待到签下契约后 鬼祖满意的点点头 好 既然契约已成 那么就请阁下赶紧传讯 让那些深渊强者停手吧 那你们也得立刻从地狱中撤离出来才行 苍老恶魔痛惜地看了一眼 还在不断爆发各种天灾人祸 朝着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演变的地狱 提出了他的要求 虽然现在就算让毕洛联盟退出 也无法挽回地狱已经被夺走本源打破未接 从大世界的级别上掉落到高等世界的事情 让黑暗阵营三大世界从此以后变成了两 但是地狱终究还有着大世界的体积和资源 若是好好培养一下 还是能够在黑暗阵营起到很大的作用 最起码也要比寻常高等世界强上一大截 但要是被毕洛和自然神界继续掠夺下去 将界内宝物收官一空 到时候就真的只剩下一个残破的世界了 魔鬼一族也将会没落下去 再难翻身 鬼祖苍阳文言并没有说话 反而看了秦锋一眼 秦锋见状心领神会 开口说道 不行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军 如今才刚刚攻下地狱 虽然说已经将最重要的地狱之星夺走了 但是各方强者恐怕都还没将地狱各地走一圈 各种珍贵资源以及蕴含法则的宝物都还没有搜刮多少 哪里能现在就走 只不过鬼祖毕竟是造化后期的强者 自持身份 有些话不太好说 既然秦锋这后生小辈在场 这些话当然让他来说比较合适 为何 苍老恶魔怒道 如今契约已成 你我双方都还已经发下了誓言 难道你们还要出尔反尔 此言差矣 秦锋侃侃而谈 方才我们签下契约的时候可是说好的 地狱那两尊大君主的生死你们不再过问 如今他们没死 战争就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你们不得干涉我等 李 苍老恶魔强者心中暗怒 如何不知被这几个家伙钻了漏洞 不过他看了一眼伤识不清地狱第五君主和第七君主 心中略为一松 这两位大君主虽然先前吸收了不少的地狱本源魔器 从而很大程度地缓解了伤势 但身为造化镜的强者 寻常伤势算不得什么 只要他们舍得消耗些许造化之气 就算肉身损毁都能重塑 所以真正能让他们无法自愈的还是大道之伤 这等伤势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治愈的 即便有先天本源魔器也不行 再经过一连串的战斗和追杀 他们此时的状态显得更差 所以苍老恶魔强者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 绝对无法在这些强者的围杀下支撑多久 哪怕自然神界造化之主和原巫师联盟的其他造化主宰全都不插手 仅凭面前的鬼祖苍阳战天老祖和秦枫这三人都能将他们斩杀 想到这里 苍老恶魔强行忍下心中暮气 看向秦枫 那你们还不赶紧动手 呵呵 秦枫文言忍不住轻笑一声 被黑暗阵营的深渊强者催促斩杀地狱大君主 这还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 而是一脸郑重地说道 既然如此 还请阁下约束好几尊深渊领主 免得再出什么意外 另外还请阁下最好及早传讯其他领主赶紧停手 否则真要被他们攻破了哪个世界的戒壁 造成了什么损伤 反而对你我双方不利 想来阁下也不愿意再让这方心欲的局势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走去 秦枫在这边跟苍老恶魔领主扯皮 另外一边 两尊被黑暗阵营抛弃的魔鬼大君主的脸色却是变了又变 他们当然听到了苍老恶魔领主的话语 有心张了张口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再向那尊苍老恶魔领主求情 同为黑暗阵营的强者 他们又岂不会知晓恶魔强者的心思 对方既然已经做出了这等决定 而且还跟毕洛签下了契约 立下了誓言 那么他们两个就已经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不会再有强者帮助他们 甚至他们若是在靠近过去 说不定还会遭到几位深渊领主的进攻 毕竟那些家伙可是非常希望还在地狱的毕洛联盟大军赶紧撤走 也好让地狱保存几分元气 至于最后这些深渊强者会不会再趁火打劫 掠夺一批资源 那就无从知晓了 地狱第五君主和第七君主相互对视一眼 随后看了看千里外的几尊必落和自然神界的造化强者 猛然战力全开 施展出最强大的地狱魔法联手朝公孙错攻了过去 他们也只能朝公孙错做出攻击 否则无论是那两尊距离较近的自然神界的造化之主 还是实力强横的西皇 都会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相对来说 公孙错的如道修为虽然高深 但终究成就造化的时间太短 相对那些晋级不知道多少岁月的造化主宰而言 显得底蕴有些不足 所以就成了他们突围的目标 不过公孙错却也不是好惹的 他见两尊地狱大君主朝自己杀来 不由倾笑一声 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出话间身上升起无间浩然之戏 随后展开手中竹简 顿时无数古仆神异撰文浮现 化作锦绣文章 演绎日月山河 更有道道文明之火生腾 欲要将这两尊魔鬼大君主封敬在文字炼狱当中 两尊地狱大君主见此 顿时心中一沉 当他们感受到文字炼狱的威力时 更是心若死灰 如此强横的如道神通 哪里是他们请客间就能被破掉的 甚至稍有不慎 不要说破掉文字炼狱了 搞不好还很有可能会被公孙错以文字炼狱将他们生生炼化 毕竟他们现在的状态实在不太好 即便公孙错最终没能将他们如何 等他们突破了文字炼狱以后 也会落入其他强者的围困当中 哪里还有机会逃离 不过 就在他们感到心里发苦 觉得这下子死定了 正准备临死前爆发一波 尝试能不能拉公孙错一起垫背的时候 突然唯唯一愣 因为他们发现公孙错这看似威力无穷的如道神通 威力突然减弱的大半 两尊大君主原本只是尝试攻击的魔法 竟然打得公孙错狼狈倒退 而攻击文字炼狱的魔法 更是一下子打破了无数神异转文 这等异常顿时让他们诧异不已 不过现在可不是愣神的时候 所以两尊大君主立刻身形一和 直接顺着先前被他们打出的通道逃离出文字炼狱 随后左右一分 朝着不同的方向逃去 不好 可可 公孙错柔着胸口 脸色煞白的轻壳两声 这两尊地狱大君主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强横的手段 居然能破了我的神通 伤到我的法体 秦锋满脸震惊和担心地飞了过来 公孙山长伤势如何 还好并没有被伤几本源 回去后只需要闭关休养个几千年就能恢复 只是此战我恐怕再难出力 没有大爱就好 没有大爱就好 秦锋安抚道 公孙山长既然受了伤 那就好生休养 至于追杀那两尊地狱大君主的事情 交给我们就是 说话间他率先朝地狱第七君主逃离的方向追了下去 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跟鬼祖交代一声 我等前去追杀那两尊地狱大君主 鬼祖看好深渊强者 莫要忘了让他们赶紧传讯其他造化领主 放心就是 鬼祖笑眯眯地看向了那尊苍老恶魔领主 还望阁下信守沉默 莫要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才好 哼 苍老恶魔领主看着他们这番破绽百出的表演 忍不住怒恨一声 知道这些家伙不愿就此撤离 看来想要保全地狱现在的资源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在鬼祖的注视下最终还是没有发作 老老实实地传出讯息 只是心里的憋门简直无以复加 甚至有心带领其他几尊造化领主 亲自去追杀地狱第五君主和第七君主 也好早点让碧落一方没有继续拖延的借口 只可惜他无法清理 就只能看着秦锋等人追杀两尊重伤的地狱君主 进入了星空深处 直到数日后 十几尊气息强恨魔气滔天的深渊造化恶魔领主到来 秦锋等人知道无法拖延下去 这才没有再留守 直接将已经奄奄一席的两尊地狱大君主彻底斩杀 这么多造化主宰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是深渊领主 其中有数未乃是黑暗阵营其他高等世界的造化主宰 只不过被深渊强者召唤了过来 一起壮壮声势而已 否则再算上留守深渊的造化领主 他们的主宰数量可就多得离谱了 秦锋等人带着两尊地狱大君主的尸首返回阵前 望着那些深渊造化领主忍不住眼神变幻 不得不说这些在深渊前修无数岁月 轻易不露面的造化领主一个个实力都强横得厉害 尤其为首的一尊气息强横害人的庞大存在 更是让壁落联盟的诸多造化都为之色变 实在是这尊存在的气势太过强大 虽然太玄老祖和大地母神都是至强者 但是他们气息内敛 很少会将气势外放 但是深渊的这尊至强者不同 不仅将气势外放 而且还直接威慑避落联盟诸强 眼神中的侵略性和杀戮欲望 更是让一众造化之主看得心中暗惊不已 直到地狱界内生起了两道 同样深不可测的强横气息 这才让那尊深渊至强者 收起了肆无忌惮的眼神 慎重地看向从地狱界内 飞出的太玄老祖和大地母神 两位好处已经捞够了 还不罢手吗 狂罢无边的话语 从那尊深渊至强者的口中传出 仿如雷霆震荡虚空 震的后方跟着飞出的不朽 和永恒耳朵嗡嗡直响 原来是深渊之主亲自到来 太玄老祖微微棘手 平道未曾远迎 倒是失礼了 大地母神也微微点头 深渊之主 这么多年的没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 他们毕竟是同等级的强者 而且这尊深渊至强者的实力 比之魔界之主撒旦和地狱 第一君主都要更加强大 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怠慢 给予了这尊深渊至强者足够的尊重 哼 深渊之主冷恒一声 地狱不但被你们打破 就连大世界的位阶都失去了 让我黑暗阵营从此变成了两大世界 难道还想让我心平气和地 跟你们交谈不成 哼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地母神有些苦恼地摇了摇头 若非那几尊巫师王作死 非要将原始心欲的强者引来 彻底惹怒了必落的诸位主宰 又何至于被打破世界 巫师界被迫 你们黑暗阵营是什么星星 你最清楚不过了 我若是不趁此机会攻占地狱 以后整个手续阵营恐怕都会沦为 你们黑暗阵营的猎场 听到大地母神这么说 深渊之主这才勉强压下了心中愤怒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了太玄老祖一眼 道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 我已如约前来 两位还不命令麾下退出地狱 否则再继续下去 只怕你们就要将地狱彻底打残 将所有资源掠夺一空了 还是给魔鬼一族留一条活路吧 哈哈 深渊之主说笑了 地狱毕竟有着大世界的底子 哪里是这么几天时间就能将资源挖空的 太玄老祖倾笑一声 不过却也没有继续挑拨对方的情绪 挥了挥手道 既然深渊之主已经前来 那我们当然要迈阁下一个面子 这就撤走 第1149章潜伏百年强者被出 并落各派修士大军和自然神界诸神麾下军团 竟然有序地从地狱撤出 当然 来的时候他们满心杀气 走的时候却是满载而归 即便远巫师联盟的那几尊造化主宰 最后才姗姗来迟的麾下大军 也没少从地狱捞取好处 虽然因为深渊之主他们来得太快 导致各方在地狱收刮宝物的时间并不算长 但接连不断地攻占和收刮 各方强者还满地狱飞行 不断以神式扫描 将一处处拥有珍贵宝物的地方 给标注了出来供大军挖掘 尤其是那些蕴含法则的特殊宝物 但凡遇到更是一件不留 所以时间虽短 但他们却将地狱整体资源 最起码野兽刮走了三成 剩下的都是深藏各处还没被发现的 这三成是指总数量 而那些特殊的蕴含法则 或者其特作用的宝物 甚至是山川河流地脉草木等等一切物体 更是全部都被强者搬移磨走 而毕洛各派先人 对于这一类的宝物拥有特别敏锐的感知 也知道怎么才能将其发挥出最强大的作用 所以自然神界诸多主神 和其余几座高等世界的强者 经常就能见到毕洛各派先人 不是拔起一座大山 就是收取一整条河流 不是掀起一片海域 就是磨走几株庞大魔术 时不时的还会收取一些 散发着奇怪能量波动的东西 这主要是修炼方向的不同 从而造就了不同的习性 其实有一些东西诸神也能发现一些异常 譬如曾经孕育过先天魔神的火山 诞生过强者的湖泊 滋养过一群奇特魔物的草木 但是诸神本能地觉得 那些地方已经诞生过了先天魔神 不可能再诞生第二尊 也就没有什么大用 他们真正看重的是 蕴含特殊法则的存在 尤其是完整的大道法则演化而成的山川河流 这一类才是他们的最爱 习惯使用现成的东西 却是无法像修士那样将所有资源 进行最大化的利用 碧洛各派修士军团在一众强者的率领下横穿星空 浩浩荡荡荡地返回世界 此后百年 碧洛五玉各大宗们虽然还会时不时地派遣门中修士外出征战 通过战争魔力弟子 但却在也没有过大规模的战争 甚至就连高等世界都很少再去征讨 实在是那些高等世界都学乖了 尤其是拥有造化主宰的世界 一个个不是头像自然神界就是头像深渊麾下 甚至就连光明神界和魔界也都得到了许多附庸世界 让碧洛碍于先前的契约无法对这些依附两大阵营的世界下手 如此一来 碧洛也就只能挑选那些实力一般的中等世界甚至是低等世界下手 主要是这个等级的世界相对来说跟外界联系较少 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不知道星域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而联系的少了 也就导致他们太过独立 成了中立世界 没有及时得到消息战队的中立世界 也就成了碧洛各派磨练门下弟子的战场 以此来保持修士战力 应对将来大劫 甚至 连夺取资源都成了顺变 因为碧洛这些年掠夺的资源实在太多 就连世界本源都已经超过了上古大劫前 就更不用说其他修炼资源了 至于各派高层 如非必要 同样很少离界远征 一来中等世界用不着浪费太多强者 而手续阵营和黑暗阵营也都知道碧洛如今的打算 才不会在这个时候给碧洛添堵 免得引火上门 二来各方强者不是在碧洛苦修 就是在祭炼仙气法宝神兵 或者炼制仙丹神药 不设种种杀阵困阵防御大阵 碧洛是为了加身修为提高道衡 若是能够在原始心欲的妖魔大敌到来前让修为再进一步 那就最好不过了 祭炼神兵法宝是为了杀敌 炼制仙丹神要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在关键时刻能够恢复战力 至于不设阵法 那就是防患于未然了 虽然碧洛打算预敌于外 但是内部却也不可不防 万一再次被妖魔鬼神四界大军攻入界内 这些阵法就能起到巨大的作用了 不仅能够守护宗门抵御大敌 还能最大程度地杀伤对手 反正远征以来从各界掠夺的资源无数 足够他们挥霍 浪费些材料多布置几个阵法 又能算得了什么 这些年不仅武裕诸多门派 显得有些陈疾 强者大都前修不出 积蓄实力 就连龙凤两族也是如此 原本龙凤两族前来这方心域 是因为巨龙和不死鸟 这两个窃取他们弃运的种族 以及奉了祖龙和元凤之命 顺便给碧洛一些帮助 本以为这必然不是什么好差事 结果跟随碧洛征战的这些年来 损失虽然也有 但是收获却是远超预期 以至于龙凤两族的强者战时 都有些不想返回原始心域 打算在这里多停留一些年了 因为他们这些年得到的好处 实在太多了 多到让熬盘和西黄这等造化 强者都心花怒放喜笑颜开的地步 仅仅先后攻占光明神界 魔界 巫师界和地狱这几座大世界 得到的世界本源能量之多 就足以让龙凤两族的造化老祖 感到心里发颤 虽然光明神界和魔界的本源 损失都在三成左右 而且大头归了碧洛 但是太玄老祖又岂会忘了 这两大族群 碧洛的这些老祖身安要想让马儿 跑就得给马儿吃草的道理 所以无论高等世界的本源 还是大世界的核心 但凡有龙凤两族参与的战争 最后都会分润龙凤两族一些 而后来直接攻下巫师界 和地狱的战争中 两族强者出力甚多 所以分道的世界之星本源 也就更多一些 虽然在魔界和地狱的世界本源 划分上多了自然神界 但是龙凤两族 最后得到的好处依然不少 前后几座大世界 和高等世界的本源之力加起来 让他们都得到了足以堪比 巫师大世界的两成还多的本源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即便天龙界和天皇界的底蕴 都比这方心域绝大多数世界底蕴更强 但若是将这些先天本源带回去 依旧能够让龙凤两大世界底蕴 得到很大的提升 不过敖盘和西皇 他们并没有将所有本源 全部带走的打算 而是分出一部分用来提升 两族力下大功的强者实力 打算尽可能的多培养一些强者 因为既然从碧落这边得到了这么多好处 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独自离开 不走的话 就不可避免的会跟妖魔鬼神 四届远征军对上 所以现在多培养一些强者 对今后的战争绝对会有好处 也是因此 在这百年的时间里 碧落五欲包括海外 时常都能见到强者正道的异象 主要是异象实在太多 让各方修士们都已经习以为常 以至于最后都兴趣寥寥 不再过多的关注 也很少再有人去计算这些年来 究竟有多少强者正道 不过 却也有一些年轻些人很是聪明 他们经常往返在几个 经常会有强者正道的宗门势力 又或者花费资源贿赂各派 在对方强者正道的时候近距离观摩 顺便还能借助强者正道得到些感悟 因此修为提升非常快速 甚至还真有人因此道横大进 最后竟然也跟着成就了不朽 一时监禁也成了修行界的奇谈 第1150章 玉兽强横妙真契机 蓝玉 莽荒山 如今的玉兽宗山门内外景象大变 主要是多年的发展 以及历年来招收弟子无数 单凭原本的宗门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弟子同时修炼 即便他们将硕大的一座莽荒山全部利用起来 能够住得下这些弟子 但莫要忘了玉兽宗除了数量庞大的修士以外 还有无以计数的灵兽 不仅每一个弟子都有数头甚至数十头的灵兽 宗门酒卖上数百分之 每一个分之还都豢养了大量的灵兽 这么多的灵兽不说修炼所需灵气 仅仅日常消耗的食物就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么庞大的消耗 当然不能只依靠一座莽荒山来提供 玉兽宗也不可能将势力范围内的资源全部收刮过来 毕竟周围还有很多依附玉兽宗的大中小门派和传承家族 总得给他们一条活路 不然真要一家独大 修行界可就乱了套了 好在这些年来玉兽宗征战的世界众多 不仅可以通过空间门户从一届源源不断的输送资源过来 宗门内的诸位太上长老更是在归零老祖和空空长老的带领下 接连炼制了很多大型的空间法宝 甚至就连洞天法宝都炼制了十余个 反正这些年夺取的资源实在太多了 放着不用也是浪费 还不如合理地利用起来增强宗门的底蕴 当诸多长老吸手将这些宝物炼成以后 不仅久迈都有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洞天法宝 旗下数百分之也都有多件大型空间法宝可以使用 他们将这些洞天法宝和空间法宝安置在各风 将远征夺取的灵外资源往里面迁移 随后不仅将很多空间法宝打造成了修炼宝地 还有各种专属用来种植灵药以及培养各类灵兽的独立空间 如此一来 资源就能得到回圈利用 即便将来碧落离开这方心域 他们无法再从被占领的世界获取资源 也能依靠这些洞天和空间法宝做到自己自足 当做到这一步以后 御兽宗总算有了霸主及势力的气象 甚至可以说如今的御兽宗不但已经成了碧落的霸主及宗门之一 而且势力之强 即便在所有的霸主及势力当中都能排在前五 这已经很厉害了 直接就将称霸终于无数岁月的老牌霸主及势力春秋书院都给比了下去 也将比秦峰更早正道造化的五行劳族所在的大五行宗 以及东海神水宫甩在了身后 甚至若非占天劳族的实力太强 坐镇难遇的时间太久 无论名声还是威望都已经深入无数修饰的人心 远非秦峰这等心境正道的造化所能比拟 否则只怕御兽宗的排名还能再升一个台阶 因为战神功虽强 五道入门也最轻松 凡俗世界所有国度全部都以五道修行为主 但这依旧无法摆脱五道越往后修炼就越是难以晋级的现象 所以真正能够打破桎梏 并且拜入战神功的五道修士虽然不少 但相比御兽宗这等大肆收取弟子的宗门而言 战神功的弟子数量终究是少了一些 也就西方福门以及北御十方鬼城 才能真正在弟子数量上还能超过御兽宗一头 至于门中修士数量最少的泰玄道场 虽然历代单传 导致所有修士家起来至今都不过百 但是泰玄一脉的成细后的记名弟子以及附庸宗门太多 再加上泰玄老祖在道门一脉 甚至在整个碧落的无上威名 谁敢跟泰玄道场争锋 所以这个数量最少的泰玄道场 反而是整个碧落势力最强的一个 只要泰玄老祖一声令下 整个碧落无数宗门修士 有几个会不听从号令 不过御兽宗也没有想过称霸碧落 所以他们并不在意歇血排名 事实上他们不断地招收弟子扩大势力 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姐 无论是即将迎来的妖魔远征 还是碧落重返原始心域 都会不可避免地跟曾经的那几座大世界对上 玉兽宗的功法传承无疑是触碰了妖族的底线 只要大战开启 不管玉兽宗如何选择 都将成为妖族眼中钉 成为妖族最先要除掉的修士宗门 而且妖族针对玉兽宗的力度 也取决于玉兽宗的实力强弱 玉兽宗实力越强 对妖族而言就愈发碍眼 因此玉兽宗也是迫不得已 强烈的危机 让绝天老祖和归灵老祖 以及空空长老这三位 从上古大劫存活至今的强者 不断招收弟子增强宗门实力 在几位老祖的影响下 在明知妖魔鬼神世界大军 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情况下 整个玉兽宗的气氛都紧张了起来 但凡没有外出征战 或者其他任务的修士 全部都将心思用来 在了修炼和提升实力上 后山 一座维俄仙宫中别有洞天 事实上 宪宫内部却是有着一座庞大的洞天 内部不仅有四季景色 更有种种奇异之处 只不过在这座外表 看起了仙气缥缈 内部美轮美奂的洞天世界的阵戒石碑上 却是龙飞凤舞的刻着斩妖二字 这两个字体透露着无尽的灵力气息 隐约有强横无比的刀器丝要破碑而出 斩破苍穹 可惜字体虽然灵力霸气 但跟着美轮美奂的仙宫就有些不太搭配了 平添了几分煞气 这座仙宫洞天 是秦峰这些年来亲手炼制的 它正稻造化 成为玉兽宗道型最高的存在 甚至放在整个壁落修行界都是屈指可述的大能高人 再跟诸多长老挤在一座万妖洞天中已经不合时宜 再则以玉兽宗如今的体量和资源 已经无需再像以往那样窘迫 所以当地狱之战结束以后 不仅整个修行界的战争少了许多 玉兽宗除了轮换着将门中弟子送上战场牟利以外 诸多太上长老也已经不需要再上战场厮杀 因此从接连多年的大战中闲散下来 才让玉兽宗的高层有了那么多的时间 祭练各种空间法宝和洞天法宝 既然玉兽九脉都已经有了各自的洞天世界 除了绝天老祖还坐镇万妖洞天以外 空空长老和归零老祖也都有了各自的洞天世界 甚至其余不朽惊仙也有了着手祭练的打算 情风堂堂造化大能 又岂能落于人后 没有属于自己的洞天福地 所以他就消耗诸多资源给自己 祭练了一座洞天作为修炼之地 只不过他并非孤家寡人 还有着一个道理呢 所以祭练洞天先宫的时候 并没有只顾着自己 还考虑到了李妙真的修行 所以就在洞天世界内 祭练出了多种法则 布置了适合各种道法修行的场所 尤其是洞天一侧 直接弄成了最适合 更经大道的修炼福地 原本他是打算将这座洞天称作九玄仙宫的 这样比较契合自己的九条大道 又或者叫做龙虎洞天 符合他跟李妙真两人的修炼路数 只不过还没等他说出自己心里所想 在开口询问李妙真的时候 李妙真直接把刀在阵戒时背上刻下斩妖二字 按照李妙真的说法就是如今宗门面临着强大的危机 在妖族的威胁下 没有必要使用那些看似玄妙的名称 直接将斩妖二字刻在上面 不仅是告诫自己时刻小心妖族的威胁 也是在勉励同门修士 莫要忘了加入御守宗的时候立下的誓言 而且在李妙真以白虎刀刻下斩妖二字的时候 他内心战意勃发 气势昂扬 整个人相比以前更多了几分灵力 隐约间还有了触动瓶颈的迹象 不过他自己知道还没到突破永恒成就造化的时候 所以强行压下了心中尝试破镜的冲动 否则真要勉强一事 失败后反而会增加下一次破镜的难度 秦峰在感应到李妙真身上的契机以后 也是欣喜不已 没想到心中战意竟然还能在这种时候激发他的潜力 不过他同样建议李妙真暂时放弃尝试破镜 随后取出了大量的先天本源供李妙真修炼 以此来增加他的修为底蕴 为将来晋级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说到底李妙真跟秦峰一样 虽然天才横溢 但却缺乏积累 若非必落天道眷顾 以他们的修炼时常跟那些动则 不知道修炼多少万年的老辈强者比较起来还是差了太多 所以在没有必要的前提下 秦峰并不希望李妙真跟自己当初一样冒险破镜 万一不成对以后的修炼肯定会有影响 不过即便这次没能破镜 却也已经让他出现了晋级造化的苗头 这对秦峰对御寿宗 甚至对整个碧落而言都是好事一件 一旦将来李妙真成功晋级 不仅让碧落在天一尊造化 御寿宗更是一举成为整个修行界唯一的拥有两尊造化老祖坐镇的宗门 当然 这是指现在 将来谁也说不好其他霸主及势力会不会出现更多造化 别的不说 仅仅太玄老祖的弟子徒孙中就有八九位永恒强者 其中达到后期甚至巅峰的也有两三个 鬼祖门下十大成主中也有两位成主处于破镜的边缘 更不用说战神功杀到强者半步造化镜的天邪了 还有西方佛门大雷因寺的几尊古佛 也未必就不能再添一尊佛祖 毕竟如今的碧落大世界 经过多年征战和掠夺以后看似平静了下来 但实际上却正是修养生习 处于最强的爆发期 指不定哪家会率先多出一尊造化老祖 一跃成为整个修行界最强宗门 第1151章数十金仙同代大能 李妙珍闭关前修 积累实力感悟症到造化的契机的时候 秦峰也没有闲着 他虽然没有将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 但是上百年的沉淀不仅让他彻底稳固了境界 而且还在原本的道横修为上进步不小 毕竟他才出城造化 对大道的感悟症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 虽然不能将九条大道的感悟叠加在一条大道上 但是这么多感悟却也让他灵感如潮 再加上自身大道法则相辅相成 可以相互促进 所以进步之快 还要超出原先的预计 不过 即便进步这么多 他还依旧在造化终其的境界 就算在天地交争阴阳大悲赋的加持下 在九条大道法则相辅相成的增幅下 让他的战斗力能够媲美造化后期 但是想要让境界提升到这一地步却还差得远 好在他也并不着急 何况到了这等道横修为本就静静缓慢 可不是着急就能提升的 否则如佛门弥陀佛祖 那可是从上古洪荒修炼至今的佛门大能 真要这么简单又岂会到现在都还在造化巅峰再无静静 修为越高进步速度就越慢 到了此时比得是个人修为底蕴 再就是对大道的感悟程度 以及将大道法则运用到什么地步 除了特殊情况以外 也就只能依靠时间慢慢打熬 甚至还不一定熬的出头 而这里的特殊情况 要么是指特殊的机缘 要么是指世界天道的青睐 机缘可以是偶然所得的先天至宝 也可以是某个刚刚开辟还没定型的大世界 又或者大千宇宙某些神秘之地诞生的特殊天才地宝 当然 这些东西无论哪一样都异常难寻 毕竟不是哪个世界都像洪荒祖界那般抵运强横 能够孕育出数不清的宝物 就连先天至宝的数量依靠两手都竖不过来 就更不用说恰巧能够遇到刚开辟还没有诞生先天神灵也没有被人占据的大世界了 至于天道青睐 同样难得 这个青睐 可不是指秦峰李妙珍他们当初修为浅薄的时候参与五欲试炼 后来被选拔为毕洛气运之子得到天道气运加持 他们那次纯粹是几位造化老祖想要激励修行界的晚辈修士 刻意跟天道讨要来的好处 这里的垂青是以整的大世界以致力供养一尊修士 将其提升导致强者的境界 但这太难了 不仅世界底蕴将会消耗极大 而且还很有可能导致天道力量的衰竭 世界意志的削弱 往往就需要一万年的修养才能恢复过来 而且在这期间世界还不能爆发太大的结束 不能引发太大的战争 所以一般情况下没有哪个大世界的天道会选择这么做 只不过这其中并非就没有空子可钻 譬如世界遭到浩劫 面临戒魄人亡的生死为局 这个时候的世界意志可就顾不上以后了 当然会选择先顾眼前 所以很多大世界的强者才会以各种手段发起远征 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世界的资源化为己用 顺便以万界资源增强自家世界的底蕴 还有不少恐怕都在暗中打着万一招惹了厉害的对手 等自身世界陷入危机的时候就有可能借助大姐成就自身道徒 甚至在进一步 晋级更高的境界 当然 这是那些大世界的顶级强者才会有的念头 这也造成了大千宇宙中最好战的往往并不是中小世界 而是大世界 实力越强的世界 战斗欲望也就越强烈 相反那些中小世界的强者一般情况下都未必敢离开世界游历虚空 更不用说平凡的远征其他世界了 这一点从碧落就能看出 这几千年的时间里 被他们攻打占据的世界无数 高等世界上百 就连大世界都被攻占了好几个 否则哪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弥补了碧落耗损的本源 反而还比上古大劫以前的底蕴更加深厚 如此多的世界被各派攻打下来 这若是放在寻常世界的强者身上 简直无法想象 因为这等庞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超出了寻常世界强者所能理解的范围外 就在秦峰李妙真闭关修炼的时候 整个御寿宗也没有闲着 除了分出一尊不朽精先率领门中弟子外出魔力 其余门中修是无论长老还是弟子不是将心思用再来修炼上 就是在培养灵兽纪练法宝 想尽办法地提升战力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 距离妖魔鬼神四界远征大军到来的时间越来越短 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跟曾经的死敌开战 所以不止御寿宗 整个修行界所有修士心理都有了一丝紧迫感 在这种情况下 御寿宗的修士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地提升修为和战力 作为毕洛新的霸主及势力 虽然相对十方鬼城春秋书院这几家老牌失利而言 御寿宗的底蕴还稍显不足 但却架不住他们疯狂扩张的速度 尤其是近些年 自从秦峰归来以后 短短的时间里御寿宗不仅多了数尊新鲜 随后又从一气之地弄来了大量的怪兽妖神 其中被诸仙降服且渡劫成就不朽的怪兽妖神就有数十之多 一下子就将御寿宗高层的实力给提升了数倍 如此庞大的力量当然不能放着不用 所以在没有展开跟其他大世界之间的战争时 御寿宗就加紧了对其他中小世界的争讨 以强势碾压的姿态占据了多个世界 夺取的资源数不生数 所以御寿宗的底蕴虽然稍显不足 但是却能依靠资源来凑 更何况他们这些年征战无数世界 夺取各界修炼法门无数 尤其是从巫师这个最擅长以围观世界来修炼的种族那里 弄来的大量巫师修炼法门 更是让御寿宗的许多修士受益良多 所以这些年来宗门也是天才辈出 怪才不断 时不时地就会有几个另辟蹊径的弟子一军突起 成为众弟子中闪耀的星星 而诸位长老得到好处更多 再加上如今大劫将至 宗门高层几乎敞开了资源供应 让九卖各系长老全都修为大境 另外包括绝天老祖在内 一众不朽金仙和永恒老祖 但凡有空的时候都会开谈讲法 讲道解惑 让门中众仙全都受益良多 在这般高强度高品质的修炼下 很快门中那些积累浑厚的长老们就开始了晋级 这百余年的时间内不仅诞生了数以万计的仙人 其中晋级悬仙的更有数百 而原本就已经有了悬仙修为 且还积累浑厚之辈 在宗门的大力支持下 甚至先天本源的赏赐下 很快就出现了一批正道不朽金仙的存在 不是一个 而是一批 当境界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凭着消耗相应的资源 是能够大量提升一批强者的 就如同当年五玉试炼 依靠天道之力强行提升了二十个气韵之子 但凡活下来的全部都已经晋级金仙 而金德玉兽宗就使用了类似的手段 虽然他们没有天道气韵加持这些玄仙长老 但是却有从异界夺取来蕴含法则的神物 也有从世界之星处夺取来的先天本源可供修炼 这么多的资源配置下去 如果还不能晋级 那就真是一头猪了 尤其是龙前长老 这位曾经灵蛇一脉的最强长老 不仅当初被秦峰和柳玄灵超过了修为 后来又被宁无需赶上了境界 在后来灵蛇一脉的玄仙长老数量越来越多 即便以龙前长老那般沉稳的心性 却也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几分急躁 但是正道不朽又岂是急躁就能成就的 相反他心里越是急躁就欲发难以晋级 反而将他卡在了玄仙巅峰 待到几次大战过后 他好不容易重新恢复了平静的心态 正打算再次冲刺突破境界的时候 结果宗门大量资源赏赐下来 虽然让他先一步晋级金仙 但是除了他以外 还有许多长老接连正道 这就让龙前长老原本应该风光无限的金仙 大点半不下去了 仅仅灵蛇一脉就有您无须和于化龙 这两位长老仅跟着他正道 仅随其后还有毒蛇分支的柳无相 就更不用说整个玉兽宗九脉数百分支了 这让龙前长老苦笑之余 却也心底暗自为宗门高兴 只不过暗中终究还是有些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为了积累而一再地压制修为 如今虽然在一众心境惊仙中算是强者 但也太过不显眼了点跟他曾经灵蛇一脉最强长老的身份有些不符 除了这些老牌的长老以外 跟秦峰李妙珍他们年龄相近 差不多算是同一批的天才弟子中 也有不少正道精心的存在 如曾经造化一脉的第一天才莲心 还有天生道心的灵静心 朱雀一脉孔玄 荒瘦一脉的七五商 玄归一脉故无谋 其崇一脉的魏严 以及跟秦峰关系最近的同族表姐秦夕和温秦儿等等 百余年的时间内 玉兽宗硬是培养出了数十尊不朽精心 接连不断出现的正道异象 除了让其余各派惊叹以外 也只能心里暗自佩服 如此规模的玉兽宗才配得上必落霸主之一的名头 第1152章玉兽强横太乙心惊 玉兽宗的玄仙长老晋级了这么多的金仙 原本的几位金仙长老当然不可能原地踏步 尤其是归零老祖 这位老祖虽然因为修炼天机之道而导致修为静静缓慢 但是他积累魂厚 再加上从各界搜罗来的诸多占卜法门 借鉴后让他灵感爆发 归零老祖本来就在一众天机术士中算是排在前列的强者 势必落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 自然也会受到格外的优呆 宗门内更是不惜资源 连玄仙长老都能得到先天本源来修炼 归零老祖这边当然更不会少了去 所以归零老祖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和修炼 已经跨过了金仙巅峰成就了永恒境界 同样晋级永恒的还有六灵长老和柳玄灵两人 他们虽然成就不朽金仙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但这两位女仙都是积累魂厚之辈 六灵长老同修六道字不用多说 柳玄灵在一气之地的时候苦修十几万年的岁月 在玄仙境界的积累还要超过六灵 即便自认为积累魂厚的龙前长老跟柳玄灵相比也要差了一截 所以二女在金仙境的时候本就进步很快 再加上树不尽的资源 修炼速度自然飞快 紧随归零老祖后面成就了永恒 如此一来 玉寿宗的实力根基就算真正稳固下来了 除了造化境的秦峰 永恒境共有六人 分别是绝天老祖归零老祖 空空长老 李妙珍 六灵长老和柳玄灵 不朽金仙三十六尊 不朽境的妖仙和妖神数量更多 即便原本的三十二尊不朽妖仙妖神经过数次大世界的战争后陨落的十余个 但加上近些年又正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五十八尊之多 先前是从仪器之地带出来的妖神正道者居多 那是因为仪器之地的强者数量足够 但是玉寿宗的这些大能强者相对而言更加信任他们自己培养起来的灵兽 所以近些年正道的妖仙 主要以他们从修炼初期就开始待在身边的灵兽为主 如今玉寿宗所有不朽镜以上强者的数量加起来已经过百 如此声势足以称得起霸主及势力的名号了 就这都还是因为先前多长战争中接连陨落了七八头不朽妖神 否则的话数量更多 而且永恒镜强者中 李妙真借助先前的感悟正是成为了半部造化镜的强者 不再只是战力达到这等境界 另外绝天老祖后积勃发 不仅在晋级永恒境界后修为静静不慢 在得到先天本源之气以后修炼速度更是飞快 从永恒中期修炼到了永恒后期 再加上绝天老祖狂暴的战斗方式 战力还会更强一些 而归灵老祖和空空长老 不仅对宗门而言重要无比 对整个壁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人才 只不过若是单看不朽金仙 还能看出玉寿宗乃是心境崛起的宗门 因为除了神牛一脉的中段山长老修炼到了金仙巅峰境界以外 愚者实力最强的也就是龙前长老 龙前毕竟刚刚晋级 若想进入中期还得需要一些时间才行 愚者更是一群刚刚晋级的金仙 使得玉寿宗目前金仙中后期出现了断层 但这并无损玉寿宗的威名 反而因为玉寿宗接连出现正道的金仙而威名更胜 引得无数资质出色的少年少女 挤破了头都要败入这个新晋的霸主及大势力门下 当然 整个修行界无数宗门可并非只有玉寿宗得到了好处 其他大小宗门这些年也都参与了远征 同样获利无数 所以不只是玉寿宗实力暴增 数遍修行界又有哪宗门家的不是强者辈出 尤其是原本的那些超级势力 本来就实力雄厚 数千年征战下来除了在先天本源上没有秦峰收获的多以外 论起其他资源可丝毫都不比玉寿宗少 所以那些超级势力现在不仅欲发强盛 门中强者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数位积累浑厚的老祖一举正道 成就造化 譬如北域超级势力无极兴崩的无极老祖 中域太越书院山长申不害 东域万寿山清风关清风老祖 而这三尊正道造化的老祖中 除了申不害这尊如道大能以外 其余两位元全部都是道门高人 由此可见道家强盛 细运鼎盛 这一点让西域佛门两位佛祖暗叹不已 不过他们倒也不会因此失落 因为佛门也不缺永恒巅峰的古佛 虽然现在远征告一段落 但是很快就有有大劫降临 到时候只要佛门抓住机会 未必不能再出几尊佛祖 其实不只是佛门诸位古佛案中准备 整个修行界所有永恒后期的强者全都心中火热 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大劫到来 想要在结束中夺取正道机缘 随着弊落整体实力的提升 连带着修行界那些最普通的底层修士家族 也都比以往强大了十倍不止 原本依靠几个住机修士就能撑起的小家族 现在若是没有几个经丹修士 连小家族都算不上了 早年拥有法相 原神修士就被称作大家族 现在若是没有几尊仙人坐镇 都不敢自称大家族 如今的修行界是真正做到了经丹遍地走 仙人满天飞 御寿宗也并非只顾自家强大 五独教御鬼宗这些盟友 以及附庸御寿宗的诸多门派也都实力暴涨 譬如烈火教 原本烈火教主也只是玄仙巅峰 教派只能算作一个中等门派 但是现在的烈火教已经是难遇的大型势力之一了 不仅烈火教主早就已经在归零老祖的点拨下 寻找到了破境机缘 成就了金仙道果 其门下弟子中经过数千年的征战 也有两人在机缘巧合下晋级金仙 成了大能 若是在开启远征以前 三尊不朽金仙在五狱所有大型宗门中 都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强大宗门了 但是现在却只能算是大势力中的弱者 足以烈火教自始至终都紧随玉兽宗的步伐 是玉兽宗附庸势力的中间 此外玉兽宗这些年还扶持了七八家底蕴 相对深厚的中型势力 或是点拨或是偶然的机缘 这些宗门或多或少的都有金仙作证 除了这些大宗门 旗下附庸玉兽宗的中小门派里虽然没有金仙作证 但是各级仙人也是层出不穷 门下修士更是数不生数 虽然玉兽宗门下附庸势力还无法跟东玉太玄道场 西玉大雷因此这些老牌势力相提并论 但也不容小觑 不过有人为玉兽宗的强势而感到欢喜 觉得碧落复兴有望 但也有宗门对此感到了压力重重 其中压力最大的 无疑就是太乙山金光洞 金光洞天 剑仙云集 一道道剑气横空而过 锐利的气息若是让外人看了只会心惊不已 不过在金光洞天最深处 甘元老祖的洞府中却是另外一幅场景 甘元老祖高高端坐在上 左右两旁坐着十二位剑道金仙 按理说太乙山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不朽剑仙已经非常难得了 甚至都已经超过了上古大节以前的鼎盛时期 他们应该高兴才是 只不过现在从上到下 无论甘元老祖还是其他心境金仙境接脸色难看 殿中气氛凝重 哎 甘元老祖一声长叹 谁能想到玉兽宗竟然还能强盛如斯 当年一步走错 却是为我太乙山埋下了祸根 老祖也无需太过忧心 一身白跑仿如少年的天极子 却未道 当年之事谈不上对错 毕竟我们也是为了避落大局 话虽如此 但是上古大节过后 我们和玉兽宗之间的仇怨却是确洁越深 这么多年下来当初的事是非非早就已经说不清楚 我们也不可能失望玉兽宗能够大度的将过往所有一笑而过 甘元老祖并没有因为天极子的安慰而放松 反而愈发沉闷 大殿两旁其余金仙文言 也都眉头紧锁 心中酬绪万千 老祖 依我看这事并非当真无解 正在一众见到大能犯难之际 突然一声晴朗的话语传出 闻听此言众仙心中顿时一喜 纷纷转头看去 就见说话的正是心境成就不朽见仙的卓非凡 在众仙的任之中 此次早年运气颇佳 一路过关斩将从各方势力较量的夹缝中一军突起 成为了太乙剑派的新任掌门 此后更是借助宗门资源实力突飞猛进 成就渐先 虽然说在他执掌宗门期间 太乙山出过不少事故 门中长老陨落多人 但是随着远征一届的战争开启 何玉寿宗以及其他宗门的仇怨 被几位造化老祖压下去后 就再也没有意外发生 宗门在他的打理下反而蒸蒸日上 甚至可以说着非凡为太乙山的强大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根基 以至于在远征开启数千年的时间 李明面上并不比玉寿宗若多少 甚至在天极子正到惊仙以后 太乙山凭借两尊剑刀不朽 依旧还能跟玉寿宗正面叫板 只不过秦峰和柳玄陵从一气之地归来 这才打破了两大宗门之间的平衡 但这跟着非凡无关 毕竟谁也没料到秦峰竟然如此妖孽 竟然一路修炼到了造化境界 连带着让整个玉寿宗受益无穷 你有何妙计 快快讲来 甘元老祖坐直了身躯 又往前叹了叹身子 眼中充彻着几分稀计 老祖 其实不必只将目光放在我们跟玉寿宗之间的恩怨上 我们完全可以拉拢一些盟友 盟友 如今玉寿宗如日中天 身为大战 哪个宗门敢跟我们站在一起得罪玉寿宗 甘元老祖等大能见仙脸上纷纷露出失望之色 还以为卓非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没想到竟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由摇头叹息 诸位师长且听我将话说完 卓非凡唯唯一笑 毫不在意众仙的脸色 修行界中可不止我们和玉寿宗有仇 数遍五遇各地 相互之间有过节和仇怨的宗门多了去了 只不过因为造化老祖需要一个稳固的局面 所以强行压制了下去而已 但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各方仇怨 将来迟早都会爆发 既然如此 我们何不如借助大截将至的机会 联合那些实力稍弱一些的宗门一起求到太玄老祖那里去 让太玄老祖给帮忙调解 哪怕为了大局 为了安抚我们用心抵抗妖魔鬼神四界 太玄老祖也会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第1153章非凡谋略逼宫太玄 这便中重见先文言 竟皆唯唯一争 随即有的若有所思 有的则是眉头为簇 时宜问道 太玄老祖能答应吗 即便太玄老祖道横高深 但修行界的恩怨因果也不是他说断就能断的 否则直接传下法旨就是 何须打着以大局为重的由头 这才暂时压下了各派的纠纷 但元老祖显然就是这种心思 就见他点头道 其他宗门也就罢了 但是玉兽宗不同 行 可 他们毕竟有一尊造化老祖坐镇 而且如今实力强横 已经称得起霸主及势力的地位了 也是将来抗衡妖族的最强宗门 太玄老祖当真会为了我们太以山就得罪玉兽宗 他没敢直接提起秦峰的名号 因为甘元老祖知道造化镇太过玄奇 真要叫上几次对方的名字 说不定就会引起造化镇强者的注意 从而追本溯源 寻着冥冥中的因果探查到这里来 更何况随着秦峰正道 整个修行界都已经将他的各种事迹传得沸沸扬扬 如今谁不知道秦峰同修九道 手段无数不仅精通占卜神通 还有诡异的诅咒道法 甚至还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 说他还掌握着命运法则 虽然不知道真假 但即便没有这回事 仅凭他那九条大道就已经足够让世人震惊了 而倘若传言不嫁 秦峰当真掌控了命运大道 那甘元老祖心里一个机灵 都有些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变中 卓非凡望了甘元老祖一眼 心下暗叹 这位老祖虽然修行岁月久远 剑道修为也是非同一般 即便放在整个壁落 所有剑道强者中都是排在前列的存在 但若论起谋略 当真是跟御寿宗那边没法比 不要说归零老祖了 就算是平日里不怎么管时的 绝天老祖在这方面都要强过甘元老祖 这一点从上古大劫过后 御寿宗从几乎变成废墟的宗门驻地 依靠数百残存门人弟子一点点的发展 到了跟太乙山正面抗衡 再到后来直接超过太乙山的实力上就能看出 虽然秦峰的归来让御寿宗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如同打了鸡血 但实际上在秦峰和柳玄陵还没有从仪器之地回来以前 御寿宗的整体实力就已经超越了太乙山 若非以前有天吉子打下的底子 后来自己做掌门期间历经图治 这才让宗门有了长足的发展 否则太乙山若一直在甘元老祖的率领下 即便不说没落下去 但也很难有太大的发展 卓非凡现在 其实已经不怎么将当年被御寿宗抓住的那点把柄放在眼中了 就如秦峰当年所言 如果自己的实力足够强横 成就大能以后就算以前犯下过错 宗门也不会将他如何 只要还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还没有哪个宗门舍得轻易将一尊不朽见仙逐出山门 虽然他执掌太乙山大权期间 御寿宗前前后后经过他手往太乙山安插了不少弟子 甚至就连他自己门下弟子有一半都是御寿宗的暗子 其暗子终成就见仙的都有不少 可以说太乙山曾经一度成了一个筛子 甚至直到现在都还有为数不少的御寿宗暗子掌控着太乙山的重要权势 不过以卓非凡现如今的成就 就算暴露出去最多也就是甘元老祖等高层内部给予他一些惩罚 而不会真将他废了 何况这些年来卓非凡的攻击也是有目共睹 不仅历经图置将太乙山打理下发展迅速 又恰巧碰到了远征机缘 不仅借助万界资源供养宗门 还让御寿宗那边因为权力远征而不再盯着太乙山不放 没有继续暗中杀戮宗门强者 若非如今的御寿宗实力太过强大 行风又已经成就了造化 只怕卓非凡都已经出手将他知晓的所有案子全部斩杀了 即便如此 他这些年也在暗中扶持宗门内的某些修士根玉受宗案子作对 不至于让那些家伙掌控太多的权力 卓非凡毕竟对太乙山还是很有感情的 如非必要 他还真不想看到宗门就此衰落下去 尤其他还曾亲自执掌大权 为太乙山缠经节律地谋划了那么多年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当然不舍得宗门被毁 唯一的问题是当年宗门被他打开了口子 在他卸任掌门之位以后 又有多少御寿宗的案子进入宗门他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些终究只能算是隐患 若是他能将隐患扼杀于摇篮当中 不让隐患爆发 那么太乙山也算是有惊无险了 而他消除隐患的方法 就是借力 借助毕洛修行界很多宗门相互之间都有救援这一点 联合那些落在下风的宗门求到太玄老祖那边去 让这尊毕洛第一人给他们想办法 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逼宫吧 抓住大杰将至的时机 将难题抛给太玄老祖 看他怎么解决 所以此刻听到甘元老祖等人的话语 卓非凡摇了摇头 道老祖放心 正因为被落如今成了霸主级势力 还有一尊造化大能坐镇 所以我们成功的机率才会更大 不 为何甘元老祖一听 顿时精神一震 来了兴致 因为霸主级势力太过强横 这等庞然大物一旦针对界内某家宗门 肯定会引起整个修行界的关注 甚至其他互有仇怨的宗门都会有样学样 一旦引发大乱 很有可能会让被落陷入内战 导致实力大减 那说现在还没有度过大劫 就算是大劫过后 整个修行界一旦爆发这样的内战 说不定就会由胜转摔 想来无论是太玄老祖还是其他造化大能 都不愿意看到被落胜吉而摔吧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来缓和各方矛盾 将矛盾冲突控制在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卓非凡坎坎而谈 此刻的他好像不是一尊剑道惊仙 而是善于谋划的天机术石一般 玉兽宗虽然强悍 他其某人固然强大到了让我们无法抗衡的地步 但也正是因此 才更应该做出一个表率才行 只要玉兽宗能够做出表率 其他宗门还能如何 也就只能跟着效仿了 嗯 上方 甘元老祖两眼金光一闪 跟左侧上手的天机子对视了一眼 天机子向甘元老祖点了点头 是一此计可行 随后又满是欣慰的转头 看了卓非凡一眼 此子不愧是跟他一样做过掌门的 和宗门其他只知道修炼剑道御式 就是一剑斩织的那些剑仙不同 谋略过人 是剑修中少有的谋略型奇才 好 那就这么办 见到被自己依为智囊的天机子都点了头 甘元老祖悬着的那颗星顿时就放松了下来 既然老祖同意 那就以早不宜迟 卓非凡从衣袖中取出一枚玉剑 抬手一道剑气拖着玉剑送到了甘元老祖身前 道 能够联合的宗门名单我已经筛选出来了 还请老祖过目 若是没有意义的话就请老祖下令 即刻派遣宗门剑先吩咐各派 联合各方前去东玉泰玄道场 甘元老祖唯唯一愣 这么着急 不急不行 卓非凡苦笑一声 如今大劫当前 谁也不知道妖魔鬼神四界远征大军何时到来 未免意外 还是急趁早将这件事情给出个结论才行 否则等到妖魔大军到来 错过了现在的机会 以后可就未必还有这么好的时机了 听他说的这么严重 甘元老祖顿时不敢怠慢 神是探入玉剑当中扫描了一遍 忍不住点了点头 看来卓非凡事前就做过准备 否则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理清 五欲各派之间的恩怨 也不会这么快就能拿出方案出来 天极子 你来看一看 甘元老祖挥手将玉剑送到了天极子身前 若是没有意义的话 立刻交代下去照办吧 是 老祖 天极子身手接过玉剑 扫了一眼后就点了点头 我这就安排下去 立刻联系五欲各派派出高层前往东欲会合 第1154章五欲再会蒙太玄道场中 嗡 行为的阵战声响起 惊动了正在闭关修炼的秦峰李妙真二人 片刻后 秦峰起身披上法袍 终止了跟李妙真研究造化后裔的伟大计划 起身离开洞府 来到外面 可是 秦峰问道 吞天蝉蹦蹦踏踏踏地跳了过来 回禀主人 太玄老祖身边童子前来传讯 请您和宗门高层前往东欲一叙 只请了我们吗 据说五欲所有大宗门都有邀请 不 秦峰眉头一挑 五欲会蒙 看来 妖魔鬼神四界远征大军快来了啊 他低头沉吟片刻 道 好 此时我知道了 你去将消息告知 绝天老祖和归灵老祖他们 将门派事物安顿好以后我们一起走 是 主人 吞天蝉四模四样地 抬起两只脚步在身前抱拳 随即两条后腿在地上一蹬 瞬间化作一道 臂芒消失在群山之间 前往各处洞天传讯去了 望着吞天蝉 行风这才转身回了洞府 怎么了 李妙真慵懒地躺在井踏上没有起来 见到秦峰近来也只是懒洋洋地问了一句 百年清静 只怕就要毁于一旦 秦峰摇头轻叹 太玄老祖这个时候召开五欲各派会盟 不用猜都知道 定然是因为妖魔鬼神大军压境的事情 这么说 那些家伙就要来了 李妙真文言 顿是一扫先前的慵懒 瞬间来了精神 翻身跃起凌空 还没等秦峰看清楚那大好的春光 就已经被一件月白道袍 将那完美的身材包裹了起来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啊 李妙真心冲冲地落到秦峰身旁 一双精致的靴子自动飞来 套在了他那双精致的狱卒之上 一把抓起白虎刀 拉着秦峰就往外走去 唉 秦峰轻叹 一说起战斗 简直比方才还要 还要什么 李妙真眼神妩媚地看着他 不过修长的御守却是悄悄地探入他的腰间旋转三百六十度 嘶 秦峰嘴角颤了颤 连忙说道 没什么 没什么 如今妖魔来袭 利落为急 太玄老祖籍召各派强者会蒙共义大事 我们还是赶紧过去 免得耽搁了时间 哼 李妙真导演没有跟他计较 很是好轰地放开了手 反而满脸兴奋地朝宗门大殿飞去 利落武裕各处仙山伏地皆有顿光闪现 一道道气息强横的仙人 一尊尊各家宗门的老祖大能 或是驾驭顿光 或是乘坐各种仙气 或是骑成灵晴异兽 进阶朝着冬裕太玄道场飞去 这一次武裕会蒙 太玄老祖直接就在他的道场召开 并没有再动身前往冬裕 一来近些年也在闭关参悟大道 顺便继练几件法宝 练制几炉丹药 法宝和仙丹都在炉中淬炼 还没到出炉的时候 还需要他来看顾 在泽太乙山的甘元老祖这一次学聪明了 这个原本一根筋的剑道大能 竟然纠集了一群宗门大能找上门来 将修行界各家宗门之间的恩怨推给了他 所以太玄老祖现在也脱身不得 干脆就将会蒙的地点定在了自家道场 一般的宗门自然不需要太玄老祖 亲自派遣门下弟子以及身边童子前去相邀 唯有其他造化镜的大能强者才配得上这等待遇 至于寻常大宗门 甚至超级势力 他也只是派遣门下传讯一封 只要在传讯灵符上烙印下他的气息 以上境界的强者全都到来 因为如今的碧落可跟远征以前的情况大为不同 当年碧落经历上古大劫以后世界底蕴消耗殆尽 已经数万年都没有悬仙晋级不朽了 所有今仙以上境界的强者全部都是经历上古大劫残留下来的存在 满打满散 也就只有数百而已 以此当初在中域会盟 上亿远征事宜的时候就将所有今仙全都召集了过去 不仅是因为数量太少 还因为但凡从上古大劫修罗沙场中存活下来的强者 每一个都有过人之处 非是寻常不朽所能比拟 应当给予更多的尊重听取他们的建议 但是现在的碧落实力暴涨 不朽金仙以上境界的强者数量比以前翻了多倍 自然无需再将所有金仙全部召集过来 不然就像御寿宗这样一家宗门数十位金仙 或者烈火教这类附庸御寿宗的宗门 强者全都过去又有何用 最终做决定的不还是各家宗门的高层 否则难道说御寿宗的心境金仙如秦熙 温秦儿柳无相这样的新人 是敢反对秦峰这尊造化尽强者的意见 还是敢对决天老祖归零老祖的决策有意义 甚至就连烈火教主这样的附庸大宗门的首脑 也只是来凑数的 因为他们的步调基本上都是随着各自附庸的强大实力走 就算前来参与会盟 也只是看在他们势力不俗上给个面子而已 随着天边一道道顿光落下 一件件为恶的宫殿或者神山飞来 一家家宗门的修士落下 顿时就让原本清静的泰玄道场热闹了起来 各派大能相互寒暄 毕竟这么多年的征战 尤其是跟光明神界巫师界等几座大世界征战的时候 相互之间都有过帮助 在战场上结下的情谊反而更加让他们能够信任对方 而各家宗门的小辈则是年轻气盛 一个个或是眼高于鼎 或是傲气凌人 更有甚至还有人欲要学上一次五欲会盟的时候 李妙珍以一己之力横扫灵萧成的壮举 准备挑战各派修士 只可惜现如今的修行界比起当年强盛百倍 各派天才辈出 其才无数 除非天资横溢能够力压当代的存在 且战力远超同级十倍 否则谁能再现李妙珍当年的风采 即便能够连胜数场数十场 最终也会被更强者打败 若得个灰头土脸 发誓回去继续苦练 就在各派强者相互交流 小辈们暗自较劲的时候 一声怪兽咆哮响彻虚空 第1155张众仙旗致霸主显威 好 一声粗犷凶残的咆哮响彻云霄 顿时惊动了太玄道场正在叙旧交流的各派大能和修士 众仙纷纷抬头望去 就见遥远的天际尽头的空间深处 飞来一头气息狂暴的凶残怪兽 此兽体长千丈 大嘴宽阔直接咧到耳边 满口锋利的獠牙好似根根长毛利剑 四肢新红色的眼瞳里闪烁着残忍且疯狂的嗜血欲望 满身坚固的灵甲间还生长着许多的骨刺 尾巴顶端还长着一颗钉头锤壮的东西 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头为战而生的怪兽 紧紧长得凶残也还罢了 哪怕这头怪兽气息强横到了极致 乃是一头不朽境界的怪兽也不至于让众仙心惊 毕竟在场的除了那些跟随宗门长辈前来历练的普通弟子以外 其余的可都是各大宗门的当家老祖 掌权之人 道横修为比那头怪兽强横得多的是 还不至于被这么一头怪兽给惊到了 可是当怪兽撞破虚空从空间深处来到众仙面前 让人看清他的实际情况后 不少宗门的大能老祖都忍不住眉头直跳 因为如此强横凶残的怪兽 竟然也只是一头拉车的工具 这头怪兽身上缠绕着九条粗大的锁链 拉着后方一座奢华的宫队撞破虚空出现在众仙面前 玉兽宗好大的排场 虽然绝大多数仙人见此只感觉惊艳不已 但也有人忍不住心里有些犯三 毕竟场中大能绝大多数大能都是精先境界 就连很多大宗门的老祖也没能晋级永恒 依旧在不朽境界打转 此刻看到玉兽宗竟然以一届不朽怪兽当作拉车的角力 顿时就有些不平衡了 呵呵 人家可是心境的霸主及势力 有些排场不是应该的吗 相对来说 更多的修士对玉兽宗旗有好感而没有恶念 因为不仅有不少宗门都曾找空空长老帮过忙 有着一份香火情 而且就凭秦峰当初在巫师界代替太玄老祖受结仪式 就足以让整个修行界对他歌功颂得了 毕竟那等无上诅咒太过诡异 谁也不敢保证太玄老祖将诅咒纳入体内就能安然无恙 一旦太玄老祖出了意外 不仅对接下来的战争和即将到来的大劫有很大的影响 还会让整个修行界都升起一层阴霾 因为这意味着毕落失去了最大的底牌 万一毕落再次战败 可就连后路都没有了 所以哪怕是看在秦峰当初冒险替捷的行为 众先都不会对玉兽宗生出什么恶感 更何况数千年的战争下来 不仅玉兽宗表现极其出色 而且还跟很多宗门都结下了深浅不一的友谊 除了武独教和玉鬼宗这两家铁杆盟友以外 还有不少关系极其不错的宗门 自然会有大把的仙人对玉兽宗的表现 非但没有任何反感 反而觉得这才配得上玉兽宗的体面 更何况这些跟玉兽宗走得较劲的宗门老祖 也都知道这头被当作角力的怪兽的情况 这就是一头机缘巧合下闯入一条法则大道演化的密地 从而得了那条大道认可的幸运兽 只不过这头怪兽天生凶残 头脑简单 在得到那条大道以后凭借强横的力量就足以称霸一方 就更加懒得动脑子 做事全凭喜好 莽撞得很 只可惜原本还能称王称霸的他 在被玉兽宗攻入界内后非但不知躲避 反而感到这些灵气充沛的人族 一个个全都香喷喷得非常诱人 那些被玉兽宗修士豢养的灵兽也都灵力旺盛 飙肥体壮气血充盈 让他食欲大开 结果就凭借本能地冲了上去 打算开启一场饕餮盛宴 将这些主动送上门来的人族修士和灵兽大军吞入腹中 只是还没等他品尝到来自修行界的味道鲜美的血肉 就被绝天老祖给镇压了下去 也正是因为看出了这头怪兽头脑太过简单 所以就将其当成了拉扯的角力 反正这家伙没有什么融入感 只要每个一段时间喂食些肥美的血时就行 哈哈哈哈 绝天道兄 百年不见 竟然进步如此神速 当真让平道汗颜 朝天公主远远地一挥浮沉 朝走出宫穴的绝天老祖击手笑道 这位东玉道门大能献如今虽然也已经晋级永恒 但是跟绝天老祖这等已经修炼到永恒后期的进步速度相比 就有了些差距 所以此时的他心里很是羡慕不已 绝天老祖微微一笑 原本满脸严肃凶霸的气势竟然温和了许多 朝天道兄说笑了 这些年不见 在场的哪位道友不是道行大境 随着玉兽宗的崛起 尤其是秦峰正就造化大道以后 绝天老祖顿时就感觉身上一松 不再像以往那样将所有的重担全都扛在自己身上 压力大减以后 无形中就让这位老祖的时刻紧绷的心神和气势都稍微放松了一些 跟人交谈也就有了笑脸 带到秦峰李妙真两人走了出来 在场修饰无论是各派大能还是那些年轻的弟子 竟接鸡手施礼 这是对造化强者的尊重 所以即便各派很多大能的辈分员比秦峰要高 但也没有丝毫不满 毕竟 面临大劫的时候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 还是这些造化劲的强者 不过要说整个玉兽宗最受欢迎的绝对不是秦峰 而是归零老祖和空空长老 秦峰道横太高 作为整个修行界都屈指可述的强者 反而让人觉得他高高在上不太好接触 相反归零老祖和空空长老 无论性格还是道横修为 够更加让各派强者愿意交流 归零老祖推演天机的本领极其强大 很多修士大能都愿意听他点播几句 万一像烈火教主那般被归零老祖看重 点播出未来的道路 岂不是美哉 何况自从远征以来 受到归零老祖点播而正道的可不再少数 仅仅欲受宗集其附庸势力内就有不少 在跟其他宗门一起合作远征的时候 也有七八人因为归零老祖的话语 而抓住机缘正道精先的存在 甚至还有不朽精先因为他的点化而明误了永恒道徒 面对这样一个能够给人带来无穷好处的天机术士 谁能不追捧 至于空空长老 那就更得交好了 不然以后还怎么求上门来请空空长老帮忙 突破其他世界的界壁 虽然目前必落远征的次数少了 空空长老这些年也没有外出过 但是日后返回原始新域 各派可不仅仅只需要应对妖魔鬼神四大世界 还要征讨这四界麾下无数附庸世界 到时候少不了要借助空空的力量 从而省去他们偌大的利器 还能避免很多风险 否则若是对方世界抵抗力太强 他们攻不进去的话岂不是闹了笑话 随着御寿宗的到来 其余几个霸主及实力也没过多长时间就先后到场 而且这次的到来远比当初的五欲会蒙时规模庞大了许多 原先各派还以为御寿宗使用不朽禁怪兽拉车已经够奢侈的了 但是现在再一看其余几家霸主及势力 顿时就彻底熄灭了心中的那点不平衡 战神攻武道强者气势强横 气血冲销 半步造化镜的杀道强者天邪 那满身杀意隔着百万里就让众仙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也不知道这家伙自从出关以后借着连场大战到底又吐露了多少生灵 那一身胸利杀气看的佛门一众菩萨佛陀执念阿弥陀佛 有几个性格格外刚硬的金刚菩萨恨不得立刻念动往生咒超度了他 不过还没等这些佛门高层前去战神宫打算找天邪聊聊 探查一下这尊杀神是不是已经被强烈的杀意迷失了心智的时候 西方天际就升起了漫天佛光紧接着道道范音响起隐隐约约似有佛陀念经 又有亿万佛子附和然后就见八尊形象怪异或是四头八臂或是三足六目 或是半人半兽或是相貌兄弟的佛门护法 联手扛着一座佛光万道的灵山来到镜前 这赫然是八尊被大雷音四度化的一介不朽谋神 而还没等众仙惊叹大雷音四的强悍 没等各派天才弟子震惊于佛门的厉害 就感觉一股阴煞之气涌上心头 豁然转头 却是鬼祖率领门下强者轻智 而且比较声势的话 还要数十方鬼城更加害人 因为这边竟然是两尊造化僵尸托着一件宝轮 宝轮上六道轮回宝殿诡异中透露着浩大威严 诸多鬼道强者盘膝坐在殿内 一个个虽然形貌各异 看上去有些怪模怪样 但是气息却都强横得厉害 见过弥陀佛祖 见过鬼祖 一众心人和修士再次击手 向两尊老牌造化大能打招呼 各派大能老祖还能镇定一些 但是门下那些天才弟子可就不一样了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如此庞大的场面 虽然修行界早就已经传开了 书士鬼祖手中不仅有两尊造化僵尸 而且连乌尸界的乌尸之祖的尸身都给夺了过来 但那终究只是道听途说 此刻亲眼见到擎天巨人一般庞大的造化僵尸 还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被震撼得不清 当一声震荡人心的钟声响起 顿时压下了所有的异样 众仙旗帜 很快就有泰玄门下强者出面 邀请各派大能入殿议室 第1156章妖魔将至碧落应对 太玄洞天 一座仙宫高居云端 仙宫正殿 太玄老祖端坐上方 左右坐着弥陀佛祖和鬼祖等碧落大能 以及龙峰两族的造化老祖 再往下 就是五欲各大宗门的老祖和掌权人 即便太玄老祖事先已经交代各大宗门 只需要真正执掌大权的老祖和少数几尊强者到来就行 但大能数量依旧远超当初在中域会盟的时候数倍 没办法 碧落这些年的实力提升实在太快 底蕴积累得非常庞大 就这都还是有一大半的惊鲜没有到来的结果 否则只怕太玄老祖这座大殿都要将须尼静置在扩大数圈才行 此时的太玄洞天可谓是强者云集 众仙齐聚之下产生的契机和道运简直浓郁无比 甚至不少老祖奇迹交感之下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着独特的道运 若是有还没成就仙道的修士坐在他们身边 恐怕都会因此得到不少感悟 老祖召集我等前来 可是因为妖魔鬼神四界之事 一众大能刚刚坐下 立刻就有心急的强者开口询问 此言一出 众仙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纷纷抬头看向太玄老祖 即便大家心里都是这么猜测 但毕竟还没有得到证实 再加上现如今碧落虽然进步神速 实力底蕴也非常深厚 但说实在的 同时面对妖魔鬼神四座大世界的进攻 要说心里没有几分担忧那是骗人 尤其是上古大劫时期还曾经输过一次 就算现在整个碧落的底蕴已经再次强盛起来 甚至整体的实力底蕴都比上古大劫以前还要深厚几分 但也不敢说就能扛得住四大世界的进攻 上古大劫固然是因为内部出现叛徒 这才导致被妖魔鬼神四界联军攻入界内 但这一次谁又敢肯定不会有意外发生 万一有谁承受不起四座大世界进攻的庞大压力 为了活命或者其他理由做出背叛之举 在演上次大劫被攻入界内的事情怎么办 即便历史不会重演 但是这毕竟是四座大世界 哪一个都比碧落这座遭受过重创的大世界存在的更加久远 底蕴也是身后异常 尤其上古大劫时期从碧落夺取好处无数 谁知道他们现在又强横到什么地步 不过 得益于太玄老祖他们这数万年接连不断地给历代修士灌输的理念 导致每一代修士心里都对妖魔鬼神四界充满了敌意和复仇的欲望 再加上近几千年征战万界给修士们带来的强大信心 所以即便碧落当真落在了下风也照样敢打敢冲 更何况如今他们可不是单独一界 还有龙凤两族的强者大军前来支援 局面可要比上古大劫时期碧落以一己之力独自抗衡四大世界强得多 所以此刻虽有不少大能心理忐忑 但更多的却是魔拳擦掌 心理战役沸腾 想要瞧一瞧上古大劫时期联手才能将毕落击败的所谓大敌 又能强横到何等地步 这就是太玄老祖他们这些造化大能不断地给修行界灌输的理念产生的效果 他们始终都将妖魔鬼神四座大世界联手才能击败毕落的事情 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噱头 让修行界的各派修士心理静阶有着浓浓的自豪感 觉得若是那四大世界分开的话 每一个都不如自家世界 但实际上真相如何 那就另算了 其实无论妖族还是天魔 静阶是传承久远的强大种族 妖族曾经统领洪荒天庭 跟巫族分割天地 称霸洪荒无数岁月 李韵和其雄厚 天魔一族逞兄的时候 甚至还要早于妖族 当初洪荒出壁 龙 凤 麒麟三族称霸天地 就有先天魔神魔祖罗侯潜入洪荒 暗中挑拨 可以说龙汉初劫之所以爆发的那般激烈 很大程度上跟魔祖罗侯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后无数岁月中 天魔一族始终都是原始星域诸多世界无法摆脱的恶眼 纵横原始星域残害生灵无数 却始终都是原始星域最强大的世界之一 又名大世界和天神大世界虽然相对来说崛起的时间稍晚 但也都比碧落更加久远 若非当初洪荒一脉迁移碧落的修饰不弱 再加上依靠碧落大世界刚刚诞生的珍贵资源 这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追上各族 否则跟这几座大世界相比还真有些不如 尤其是强者的积累 可不是单凭资源足够就能拥有的 往往就需要无数岁月的积攒 才能让一座大世界拥有诸多强者坐镇 碧落作为一座新兴的大世界 时间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短板 若非上古大劫众四大世界也有造化陨落 尤其是大劫末期春秋老祖与天河道封锁界壁 隔绝内外 拼着巨大的损失斩杀了所有攻入界内的强敌 否则只怕妖魔鬼神四大世界的实力比现在还要强大 此刻 泰玄老祖望着殿内诸多大能 又朝龙凤两族的几位造化老祖点了点头 道 各位猜测的不错 前往原始星域和这片星域之间探查的道友已经传递回来了消息 妖魔等族远征大军已经距离这方星域不远 不出百日必至 文听此言 殿中仲仙顿时哗然 即便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当这些被整个毕落修行界念叨了数万年的强大敌人到来后 一个派大能的心境也忍不住升起了道道围栏 紧接着就是各种议论生四起 或是声讨妖魔 或是同仇敌忆 或是忧心忡忡 或是起了拼死之心 哈哈哈哈 总算是来了 就在众仙议论纷纷的时候 李妙真却是忍不住大笑一声 无等这些年来苦练不坠 修得这一身道法神通 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斩妖除魔 抱上古大姐的仇恨吗 这方心愈的世界虽然也算不弱 各界强者也都各有本领 但又哪里有杀戮妖魔鬼神强者来得畅快 书画间他手中白虎刀针的一声刀鸣响彻点钟 肾上杀伐战役大圣 诸位道友 此战御寿宗必会奋勇当心 有哪家道友愿意和我御寿宗并肩作战 杀戮妖魔 斩首鬼神 礼道友好魄力 战神功杀到强者天邪忍不住黑黑一笑 冲他挑起了大拇指 如此豪言壮语 方为我碧落强者风范 不过要说杀敌 尤其能少了某家 论起杀生害命的手段 整个碧落只怕也无人比我更强了吧 他这话说的霸气 不过即便殿钟大能数以千计 甚至就连造化老祖都有多位 却也没人在这方面跟他争论 因为单一杀戮而论 还真没人在这方面比得上修炼杀到的天邪 太玄老祖和弥陀佛祖对视了一眼 紧接心中满意 原本众仙还都有些忧心忡忡 此刻被李妙针这翻战意沸腾的话语一脚合 再加上天邪杀意凌然的言辞 顿时就激起了众仙心中战意 压下了原本的几分忧心 本身殿钟众仙就是个派大能 道心不可能轻易动摇 即便那些有些忧心的存在 也只是因为担忧毕落在战争中失利 此刻被李妙针和天邪的话语挑起心中战意 立刻就振作了精神 太玄老祖微微一笑 诸位道有无需担心 妖魔鬼神四大世界联手结盟固然是大 但我毕落却也不是没有抗衡的本钱 当年那场大劫我们就以一己之力抗衡四劫万年 如今以我必落的实力 怎么这也不能比上古大劫差了才对 更何况如今我们还有龙凤两族作为盟友 熬盘道友西黄道友他们的本领你们也都知晓 乃是造化后期已经非常接近巅峰的存在 龙凤两族的其余几位道友也都有非凡的本领 我必落本就实力强横 有龙凤两族相助 比起上古大劫时期强了许多 而妖魔鬼神四界虽然强横 但是这里距离原始星域太过遥远 再说他们在原始星域可并非没有对手 并然不敢举戒远征 所以来的强者有限 我们足以应对 老祖下方北域冰川天女神宫当代天女击手问道 当真不能借助此方星域几大世界的实力抗衡妖魔大军吗 太玄老祖摇了摇头 最好不要做此想法 为何不仅冰川天女有些疑惑 殿中不少宗门大能也都有些不解 虽然自然神界以及其他几个大世界 都不愿意跟原始星域的强大世界开战 但我们若是暗中出手 将妖魔引过去的话 万万不可 太玄老祖摆了摆手 道你们切记 此事不可行 慢说我们曾跟自然神界和深渊都有过约定 不能轻易毁没 即便没有当初的硬城也不要随便乱来 这些大世界的造化之主毕竟不是傻子 真要被他们察觉到了什么 说不定会为了自保反而主动帮助妖魔鬼神四界攻打我们 再则我们近几千年来四下征战 不仅让光明神界和魔界损失惨重 还直接打得巫师大世界和地狱大世界降级 其他高中低等世界更是损失无数 早就已经热得这方心欲怨声载道 真要是在这个时候还去撩拨他们最后的底线 绝对会发生让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一面 说到这里 太玄老祖话语一顿 见到众仙虽然眉头紧皱 却也并没有丝毫确意 于是满意的点点头 更何况如今我们不仅以意待劳 还掌握着主动优势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也不可能弱了妖魔等族大敌 不 众仙文听太玄老祖这么说 顿时心中一喜 老祖这是有了对付妖魔鬼神远征大军的妙计 呵呵 太玄老祖轻笑一声 妙计谈不上 到了我们这等境界 很多阴谋诡计都无法施展 就算强行使用 也会很快就被对方看破 不过嘛 他们横跨遥远的心欲远征而来 却是忘了我们可没必要一直停留在这里等他们前来 第1157章太玄谋略核道隐患 秦峰坐在旁边安静倾听 原本他并没有随意开口的意思 在场的无论太玄老祖还是弥陀佛祖 全部都是从洪荒祖界迁移到碧落的大能 他们不仅是碧落的第一批生灵 甚至在还没有来之前 在洪荒祖界就已经是名震天下的强者 经历过许多劫数 眼界见识远超常人 哪怕鬼祖他们这些经历过上古大劫的存在 对于碧落目前局势的把握 以及对妖魔鬼神四大世界的了解 也比秦峰要强得多 再加上他知道太玄老祖他们不可能是到零头 才开始准备如何对付那些大敌 而是从上古大劫过后就已经在布局 这一点从这几位老祖数万年来 不间断地给一代代的修士灌输 针对妖魔鬼神的思想 让修士们心里始终保存着复仇的欲望 以及对复兴的渴望上就能看得出 以秦峰如今的道行修为和身份地位 足以参与到这些谋划当中 事实上太玄老祖他们也不会对他这个后辈修士中的第一天才有所隐瞒 只不过秦峰当初在巫师界遭受的诅咒伤势未曾痊愈 所以从地狱归来以后 他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修养伤势上 待到诅咒残留的隐患彻底被驱逐以后 紧接着又开始闭关修炼 参悟大道 毕竟他才刚刚晋级造化 修为正是土飞猛进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太过分心 否则若是将心思全部用在布局谋划上 这对他的道徒而言可没有多少好处 反而会错过了现在进步的良机 正是因为知道太玄老祖他们已经暗中谋划数万年 有了多种应变的计划 所以秦峰才没有贸然参与进来 而太玄老祖他们也知晓秦峰的状态 因此这些年也没有地打扰他的清修 不过此刻 听到太玄老祖这番话语 秦峰顿时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老祖的意思 莫非是要趁着妖魔鬼神四大世界派遣大军远征这方心欲的时候 我们提前将必落魔一回原始心欲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嗯 殿中众先文言 也都眼前一亮 此计 似乎可行 没错 妖魔鬼神四界很有可能已经探知到了龙凤两族的道友前来相助的事情 所以派遣来的远征大军绝对强者入云 如此一来定然会导致他们界内实力相比全胜时期减弱许多 再则我们突然返回原始心欲肯定会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 还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只需要先行进攻四大世界中的一个旧行 无需四大世界同时开战 这样集中力量针对一方 说不定就能像巫师界和地狱一样被我们直接攻破戒狱 就算无法夺走本源 也要打得他们山河崩塌 法则问乱 让他们世界不稳 没有数万年的休养生息就无力再跟我弊弱作对 众先这一讨论 顿时越说越是兴奋 一扫先前腿米 反而摩拳擦掌 恨不得现在就返回原始心欲朝着某一世界开始进攻 泰玄老祖他们并没有阻拦众先的讨论 反而笑盈盈地看着这幅热闹的场景 直到好一会过后 众先逐渐安静下来 一个各将其带的眼神看向泰玄老祖的时候 泰玄老祖这才开口 老道确实有将世界磨离这方心欲的打算 不过 却不一定非得直接磨回原始心欲 老祖此言何意 紧挨着秦峰坐在靠前位置的李妙真文言 不有有些诧异 不回原始心欲 老祖莫非还想再去其他心欲转一圈 继续打劫 可 征讨万界 与其他心欲世界的资源继续增强 我碧落实力抵运 他向来心直口快 虽然碧落这些年远征各方 确实是在掠夺万界资源供养己身 但话语有时候还真不能说得这么直接 所以在被秦峰轻轻用胳膊肘对了一下后立刻改口 呵呵 那倒不至于 泰玄老祖摇了摇头 笑动世界在心欲之间摩依可不轻松 更何况碧落还是一座大世界 实在太过庞大和沉重 不仅老到我需要消耗海量的法力 世界本身也得消耗大量本源才能助我完成这一步 而且除此以外还会让碧落天道法则动荡 会对世界造成种种隐患 所以这种手段并不能随意使用 否则若是大世界真能随便离开原本的心欲 大千宇宙早就乱了套了 妖魔鬼神寺大世界又何须派遣大军劳师远征 直接将世界奴役到这边来也就是了 他轻叹一声 有些隐患你们看不到 但却并非不存在 否则你们以为春秋老祖之所以与天和道 就真的只是为了封锁戒壁隔绝内外斩杀那些入侵进来的强者不成 其实很大的原因也是为了能够降低碧落的耗损 最起码必若天道在他的执掌下能够快速去弥补那些隐患 不至于让界内生灵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过每一次弥补都会让春秋老祖付出很大的代价 也会让他跟天道的融合更加深入 老道可不想看到春秋老祖失去本我彻底变成天道的一部分 所以如非必要 我们最多也就从这里返回原始心欲 不可轻易再往其他心欲挪移 此言一出众仙顿时肃然 原来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这些守护壁落的老祖们还付出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代价 跟这些老祖比较起来 他们还真是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先前有不少各派老祖大能的心思都跟李妙真一样 他们觉得太玄老祖既然能够挪移世界 那么去其他心欲继续征战万界强大壁落也是可以的 甚至还真有一些宗门的大能商议过这些事情 准备在这次会盟的时候给出这种建议 只可惜此刻听了太玄老祖的话语 他们这才知道原来挪移碧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碧落只是一座普通世界 甚至是高等世界都没有关系 以太玄老祖的实力挪移起来都会轻松许多 但这偏偏是一座大世界 难度比高等世界增加了十倍不止 秦峰更是心中漠然 原本他就有些怀疑雨天河道不会这么轻松 只是先前几次见到春秋老祖还能保留独立意识 也就没有多想 现在看来雨天河道这条路还真不是轻易就能走的 即便以春秋老祖这等修炼如道通晓天地治理的存在 在河道以后竟然都有被天道融合本我的可能 难怪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几个强者会做出如此选择 否则若是真能轻易保住本我 只怕修行界立刻就会出现一大批的强者寻找世界融合 成为掌控世界天道的主宰 毕竟这些以追求大道为最高目的的修士 有很多并不在意身体是否存留 甚至还有不少干脆就只修原神 只要原神不灭就能永世长存 对于这等存在而言 肉身只是可有可无的载体罢了 只要他们愿意 随时都能以天道之力凝聚出一举肉身 虽然秦峰心中瞬间想通了这些事情 不过他还是开口询问道 既然不能将必落挪一道其他心域 听老祖先前话语似乎也没有直接返回原始心域的意思 那您这究竟是做何打算 其实他心里已经大致猜到了泰玄老祖的想法 只是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人来牵引话题 所以他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泰玄老祖冲他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仲仙 老到先前跟几位道友商议过了 打算给妖魔鬼神四界远征大军来一个中途袭击 这仲仙面面相许 老祖是想派遣大军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地 只是 这可行吗 是啊 妖魔大军中定然有不少造化之主 有这等存在坐镇 怎么可能偷袭得手 而且他们四大世界联手远征 无论大军的数量还是强者只怕都比我们只多不少 我们总不能举借之力前去迎敌吧 那还不如固守这方心域依托借比之力防守反击 再说他们肯定会派遣强者在前方探路 只怕还没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 就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确实很难偷袭 太玄老祖道 不过我们也无需派出大军前去迎战 那老祖的意思是 老道想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刻将世界挪走 太玄老祖微微一笑 你们说 当他们来到这方心域 看到的却是我们离去的景象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又将会做出什么反应 是继续留在这方心域朝其他世界开战 还是立刻掉头返回原始心域 肯定是返回原始心域啊 当下立刻就有一尊不朽金仙说道 那些家伙定然以为我们趁着他们老师远征的时候返回原始心域偷袭他们的世界 绝对会一刻不留地直接退走 妖族本身就已经从巫师界得知了我们的不少状况 非贤大圣当初逃离回去 定然也会将我们避落的实力往大里描述 所以他们的联盟大军肯定占据了各自世界很大一部分力量 虽然不至于因为远征而导致后方界内空虚 但是单以一介之力而论 肯定比不上全盛时期的壁落 所以他们肯定担心我们会集中力量偷袭自家世界 定然会全速返回 留在这方心域虽然能够夺取很多资源 但是些许资源 哪里比得上他们世界的安危重要 不错 泰玄老祖微微汗首 只是他们这么着急忙慌地撤回原始心域 肯定无法派遣多少强者在前方探查 你们说这个时候我必落强者埋伏在中途 会不会给他们造成损伤 第1158章并计杀妖各派恩怨何时销 这 闻听泰玄老祖一番话语 众先面面相去 随即眼中渐渐亮起光芒 如果真能如泰玄老祖所言这般去做的话 似乎还真有些机会中途偷袭 一旦成功绝对能让妖魔鬼神四界联军损失惨重 不管是当初噩梦乌王前去天妖界的时候 告知的对方碧落的情况 还是非嫌大声返回去后把碧落的实力告知妖皇 都会让妖魔鬼神四界对碧落的重视再次提升一个台阶 所以派遣出来的远征大军绝对都是精锐 若是能够将这些精锐大军彻底击溃 绝对会给那四个大世界带去很大的损失 也会让碧落今后在抗衡四界的时候减轻很多压力 泰玄老祖此计婆妙 只不过其中却有两个难处 不知老祖想要如何解决 下方 体型高大身披重甲的北域玄武城主 微微皱了皱他那双粗重的眉毛 道 老祖先前层言 碧落不可随意挪动 每次挪动都会给避落带去极大的伤害 留下很大的隐患 既然如此 我们中途若是停留伏击对手 岂不是要先后挪移两次 而且要么远征大军毕竟强者入云 就算几位老祖能够施展无上神通遮蔽我等气息 从而避过对方造化之主的感应 但也只能让一部分强者拥有中途袭击的机会 不可能让我避落各派修士大军汇聚起来一起冲击对方大军 少了各派修士军团的辅佐 仅凭各派大能出手 虽能给对方带去不少伤亡 但却难以真正击溃四大世界的联军 不得不说 玄武城主果然不愧是永恒强者 同时也是北域不可多得的兵道大能 作为曾经指挥麾下兵马征战过多个世界 参与过无数次战争的存在 他看待战争的眼光确实犀利 因此一语中的直接点出了其中难处 这也引起了各派大能的好奇 纷纷看向太玄老祖 不知道这位老祖有何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尤其是各派修士大军 因为数量实在太过庞大 根本就无法遮掩气息 就算能够遮蔽起来 也无法直接布下战阵凝聚力量 发挥出庞大威力的组合道法 可不使用组合型战技 单凭普通修士在浩瀚虚空中 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还没等他们冲锋到妖魔大军进前 对方就已经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了 到时候只怕偷袭不成 反而成了对方大军袭击的目标 拳武城主说得不错 太玄老祖赞同道 碧落确实不变多次摩疑 不过老道自有手段将碧落中途暂时停留 不会造成两次摩疑给碧落带来更多的隐患 至于各派修士大军 既然无法彻底隐藏气息 那就战时藏身洞天法宝当中 待到大战开启以后再出来冲击对方军阵吧 此战消灭对方数量庞大的远征军虽然重要 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偷袭斩杀对方强者 尤其是那些造化主宰 他们定然不会聚拢在一起 而是分散在各自世界的大军当中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先行为杀其中一个世界的强者 绝对能够给其带来重创 说到这里 太玄老祖看向众先 只要对方强者损失惨重 与者抛弃大军各自逃离 那数量庞大的军团就算想走 又能在这浩荡无边的茫茫心域飞到哪里 只怕还没等那些大军中的普通妖魔鬼神飞回原始星域 就已经老死在了无尽星空当中 毕竟连不朽和永恒都不敢轻易横跨星域 这般漫长的距离又哪里是那些还没有成就先到的普通妖魔能够飞过去的 旁边的鬼祖瞇了瞇他那双狭长的眼睛 见面道 我们无需对他们一起出手 只要将其中一个世界远征大军中的造化之主重创或者击杀 以我们的实力再来对付其余三大世界的强者就会缓解很大压力 毕竟当初非贤妖圣逃离的时候最多也就暗中弄清楚了我们当时的实力 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具体情况 更不知道我们在他逃离后 接连攻占了巫师大世界和地狱大世界 不仅夺取了这两大世界的本源 让我避落的底蕴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增强了许多 这些年各派晋级大能的强者众多 甚至就连造化晋大能都多了三尊 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何况 呵呵 说到这里 鬼祖突然笑了笑 何况什么他并没有说出来 转而继续道 在对方不知道我们具体实力的情况下 以噩梦巫王和非贤大圣的话语作为参考派来的远征大军虽强 但也强得有限 这一次我们就要依仗这些年积载的实力底蕴一举即溃妖魔鬼神四界大军 为以后攻入四大世界复仇迈出最重要的一步 经过鬼祖这方剖析 顿时就让殿中各派大能心里对于这次的计划有了更大的信心 如果一切顺利 当着能够击溃妖魔鬼神四大世界的远征大军 绝对会给那四个大世界带去不可估量的损失 会让毕落在返回原始新域后减轻许多压力 虽然这一切尚且旨在计划当中 但经过几位造化老祖的谋划 已经有了很大的可行性 既然老祖已经有了全盘计划 我等自当服从 当下就有一群好战的不朽惊鲜和永恒纷纷表态 其余各派大能也都跟着回应 泰玄老祖见此 显然颇为满意 既然如此 各派回去后就要早做准备 赶紧将驻守各界的修士撤回 否则一旦到时候老道将毕落挪走了 若是还有弟子遗留在这方心域 他们除非能够挣到不朽以上的境界 否则只怕今生再也无望重返毕落了 老祖说的是 我们回去后立刻就着手召回门下弟子 众仙纷纷答应一声 不过却也没有丝毫心急 虽然三个多月的时间看似不长 但莫要忘了他们在很多被攻占的世界都布下了空间传送门户 根本不用担忧各界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而导致门下弟子无法回反 事实上即便泰玄老祖不说 各派也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自从知道妖魔鬼神四界大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以后 他们就加紧了收刮各界资源的速度 如今也只需要将最后一批资源运送回来 就能召回所有修士 嗯 此时你们传讯回去就行 太玄老祖话锋一转 不过在跟妖魔大军开战以前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 不少宗门大能唯唯一愣 还有何事 老祖尽管吩咐旧事 这个可不能随便吩咐 就算说了你们也不会轻易点头 太玄老祖看着殿中诛仙 尤其是在甘元老祖等人身上看了一眼 忍不住苦笑一声 如今我必落经过数千年的远征 不仅让世界底蕴增强 各派实力也都跟着暴涨 其间崛起的强者和新兴的宗门数不生数 这是我必落之幸 不过 虽然近些年来各派实力增长极快 成就了很多宗门 但也正是因此 各派之间的救援 就不得不提一下了 听到这里 仲先顿时明白太玄老祖话中含义 在一结合在太玄老祖召集各派强者以前 太乙山等不少宗门就已经齐聚东狱 自然也就知道了太玄老祖为何会在此时提起这件事情 不问可知 就是这些甘元老祖他们求到了太玄老祖这里 逼得太玄老祖不得不出面将这些救援摆到台面上来 明白这一切后 立刻就有宗门老辈强者开口说道 如今妖魔鬼神四大世界远征军都还没有到来 对我必落来说真正的大劫尚且没有开启 将来也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结束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 是啊老祖 旁边有人点头 如今大劫将至 谁也不敢肯定就能抗得过四大世界的围杀 说不定还没等大劫过去 我等宗门就已经没落了 到时候也就不用操心这些事情 现在提起这些作甚 哼 另一边 跟着两位开口说话的老祖有着救援的宗门强者冷恒一声 知晓对方宗门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就等着大劫过后找他们这些敌对宗门清算旧账 当然不愿意现在被太玄老祖接着大劫将至的机会给抹除积怨 毕竟 那可是数万年甚至上古大劫以前积攒下来的仇恨 对于这些受援近乎无尽的强者来说 当然不会忘掉 哎 太玄老祖轻叹一声 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做 新冠尚且难断家务事 何况各大宗门之间的恩怨情仇已经积累了数万年甚至更久 又岂会是他几句话就能抹除的 不过都已经被甘元老祖他们找上门来 却也不得不尝试一番 各派之间的矛盾 平道也知晓一二 其实很多都是上古大劫危难时期为了避落的存亡 或者为了延续各自道统而做出了某些不太恰当的事情 这才导致这么多宗门相互仇视 但归根结底当初那般形势也都是为了避落不至于被彻底毁灭 在大局上都是为了我人足一脉着想 一切皆有情可原 再加上不少相互敌视的宗门县如今势力差距实在太大 如玉寿宗都已经成为了霸主级势力 足以为正一玉 而太玉山金光洞满打满散也才十余个不朽惊心 惠里对比相差实在太大 作为建修宗门 在大劫中太以山无疑是要奋勇当先 为我避落征战在前 不仅危险更大 牺牲也会更多 当然 也会为我避落立下不可磨灭的攻击 次这等为避落存亡而战的宗门 难道说待到大劫过后 玉寿宗还要以大欺小 以霸主及势力去覆灭他一个普通大型宗门不成 说到这里 太玄老祖悠悠一叹 以玉寿宗宪如今的实力固然能够轻易覆灭太以山 甚至为了以绝后换还能将其斩草除根 真要是开了这么个口子 将对我避落有功的宗门这般摧毁 以后避落若是在遇浩劫 你们说会有多少宗门还愿意为我避落而战 又有多少宗门为了自保不得不停而走险 做出某些不治之举 万一在关键时期反出避落勾结外敌 会给避落造成多大的损失 这些你们想过吗 秦峰和绝天老祖他们一干玉寿宗的强者全都满脸无奈 竟然在这个时候被太玄老祖拉出来做了典型 不过没办法 谁让他们风头太盛 势力太强 而且这次又是太以山甘元老祖牵头 自然就会以玉寿宗和太以山之间的恩怨说事 阿弥陀佛 弥陀佛祖亲念佛号 满脸和善地说道 太玄老祖所言有理 五等就当有防患于未然的心思 才能平安度过每次劫难 正所谓冤家已解不已解 如今大劫当前 确实需要各派同心协力 否则为了道统延续 万一有人起了一心 岂不是坏了我们的复仇大计 秦峰道有 你觉得对是不对 自从被太玄老祖点名以后 秦峰就安静地坐在一旁 甚至还悄无声息地拨弄了一下命运法则 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只是命运大道虽然神奇 但他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地施展 这点小手段自然不可能瞒得过几位老祖 此刻见到弥陀佛祖直接将话题抛给了自己 秦峰即便心中在无奈 也不得不开口了 太玄老祖与弥陀佛祖所言皆有道理 秦某并非不通事理之人 当然明白这些 只是我欲受宗和太乙山之间的恩怨终究牵扯巨大 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否则如何面对那些因太乙山而生死盗销的同盟和前辈 第1159章以比之道还施比身 其实 不止秦峰明白太玄老祖他们的顾虑 其余殿中强者也都知晓 真要让各派明知大劫过后就要被那些敌对宗门清算 甚至很有可能还会被覆灭道统 那么不要说等到下一次浩劫 只怕这次大劫中就很有可能会有宗门铤而犯血 万一再次被人勾结外敌 让妖魔鬼神寺大世界大军攻入必落 岂不要让上古大劫的惨状再次重演 就算如今有与天河道的春秋老祖照应 不至于再被人轻易破坏戒壁 但是那些宗门就算不投靠妖魔 在战争中举派出逃 也会让各派心思浮动 很有可能起到连锁反应 让必落实力受损严重 正是基于这些顾虑 太玄老祖和弥陀佛祖这才一唱一鹤演起了双簧 更是将秦峰这尊心境造化拎了出来 打算让御寿宗做一个表率 而以秦峰献如今的道行境界和眼界见识 肯定也能明白这些道理 更会站在碧落大局上去考虑问题 堂堂造化静大能 放在整个碧落都是屈指可数的强者 不可能连这么点大局官都没有 所以两位老祖这才让秦峰出来表个态 大局官秦峰当然有 跟碧落大世界的未来安危相比 些许宗门恩怨还真算不得什么 只不过御寿宗并非秦峰一人的宗门 甚至他在宗门内的辈分都不算高 也就是凭借无人能及的修为 这才成了宗门身份地位最高的存在 但别的事情他能还能一言而定 尤其是宗门未来的发展方向 只要没什么大问题 无论绝天老祖还是归零老祖 又或者其他师门长辈都不会反驳他的策略 不过 御寿宗和太乙山数万年的敌对和厮杀 积累这么多年的仇怨 可不是他一句话说放就能放下的 就算他能强行命令宗门不找太乙山的麻烦 但是门中修士心里的仇恨却不会就这么烟消云散 日后难免还会有麻烦 尤其是绝天老祖以及所有从上古大劫存活至今的宗门长辈 数万年的积怨不可能输没就没了 因此秦峰即便成就了造化镜以后 无论胸襟气度还是看待事情的眼光都已经和寻常大能有了不同 他心里也倾向于避落各派矛盾能够化解 但最终还是没有附和两位老祖的话语 唱了反调 不然宗门这些长辈怎么看他 门内无数修士也不见得就能理解 更对不起历代因为太乙山而阵亡的修士 果然秦峰这话一出 不仅绝天老祖他们心中一怀 其于那些势力占优的强大宗门的老祖也都稍微放松了一些心神 对此很是满意 原本还以为秦峰为了顾全大局会迎合两位老祖 没想到竟然直接拒绝了两位老祖意图化解各方矛盾的话语 与之相反 甘元老祖等一甘大能这是脸色为变 因为这意味着御守宗这些战局优势的大势力不愿意放过他们 而且有了秦峰这尊造化大能的支持 各派底气更足 如果将来碧落局面没有发生转变 那么大劫过后带到碧落安稳下来 恐怕就是他们这些宗门遭难之时 太玄老祖和弥陀佛祖相互对视一眼 丝毫没有意外秦峰的表现 因为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各派恩怨不可能这么轻易消散 就在众仙心里各自盘算 几位老祖打算继续商议下去的时候 就见秦峰再次开口 不过两位老祖方才所言也很有道理 如果让对碧落有功的宗门就此败落确实有些寒了人心 我遇寿宗也不愿意看到碧落在面对浩劫的时候 内部还隐患重重 所以我支持两位老祖的意见 是时候想个办法来解决内部矛盾 免得到时候因为各派私怨而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向 嗯 各派众先闻言 剧都一争 不过有了秦峰先前那一番话的铺垫 此时再说想要解决仇怨的事情却也不会显得直接 所以并没有引起那些宗门的反感 毕竟各家各派也都知道这些确实是很大的隐患 尤其在被太玄老祖挑明了以后 更是将其中危险摆在了名处 即便原来没有生出心思的宗门 此次会议后真要被逼到了绝境 说不定都会因此而生出来某些心思 此举看上去似乎有些不智 但太玄老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就是要将其中危险挑明了 让那些实力占优的宗门明白其中危害 逼迫各派必须在这次会盟中拿出来方案来解决 此刻听到秦峰这么说 太玄老祖如何不知他其实是跟自己站在同一战线 于是顺着他的话语问道 你可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各派之间的仇怨各有不同 我也不便插手别家宗门恩怨 就在这里只说一下我御寿宗和太乙山之间的事情 秦峰看了甘元老祖一眼 道各位也知 当年大劫混乱 我御寿宗由于功法传承的缘故 本就格外受到妖族针对 尤其开派祖师为了避落大局不惜以身犯险 和其他几位二代大能师祖相继身运后 我御寿宗本就实力大减 远不如前 结果太乙山却还在这种时候以我御寿宗作诱饵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们斩杀妖族的工具 不仅将我宗门上下所有修饰性命置于不顾 更是险些彻底葬送了我御寿宗的传承 虽然太乙山可以说一句他们是站在逼落大局上才这么做的 他们也斩杀了不少妖魔 确实无愧于逼落 但是 这些并不能成为无视我宗满门修饰性命的理由 说到这里 行风的语调渐渐拔高 若非祖师爷在天之灵保佑 绝天师祖以及诸位长辈拼死杀出 只怕我御寿宗的传承早就已经彻底葬送在了上古大节当中 你们太乙山固然战功赫赫 无愧于见修一脉的传承 但是我御寿宗又何曾折断过几凉 在上古大节的攻击难道就逊色于你们了不成 论起对妖族的威胁 与起杀戮的妖族数量 我御寿宗比你们太乙山齐多不少 否则妖族也不会刻意针对我御寿宗了 这些也就罢了 大节过后你们自持实力强横 瞧不上当时仅剩数百残余修饰的御寿宗 非但连一句道歉的话语都没有 反而还一而再的欺上门来 不是占据我御寿宗的地盘 就是和我们争夺各种资源 以至于数万年来你我两宗杀戮不断 明里暗里各种争斗厮杀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导致历代修士死伤无数 若非毕落各派远征万界 让你我两家这才暂时放下恩怨 否则只怕现在仍在进行各种明争暗斗 秦峰冷笑一声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 两派朝怨已经说不上谁对谁错 各自损伤不清 也都有算计对方的时候 但这一切的根源都摆脱不了是你太乙山在上古大劫时期犯下的过错 现如今我御寿宗崛起 你们这才知道厉害 想要找太玄老祖局中调和福根软就算了 哪有这么轻松 那你想如何不远处 甘元老祖被秦峰啄啄逼人的目光以及锋利的言辞说得心中一颤 毕竟上古大劫时期 决定以御寿宗为幼儿引诱妖妖妖妖入局的命令就是他下达的 也正是因为那次斩杀了不少野妖妖强者 以见证为杀了一只妖妖妖大军 才搅和了诸多材料资源 让本来已经损失惨重的太乙山挺过了上古大劫 更为接下来数万年的新盛奠定了根基 可是现在当这一切都被秦峰当年说出来后 他才发现有时候占便宜还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当年摆了御寿宗一道虽然让太乙山挺过了大劫 但也得罪死了御寿宗 更重要的是御寿宗没死 非但没死 反而还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谁也没有想到御寿宗竟然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 要说甘元老祖心里没有悔意那是不可能的 仅仅面对秦峰这尊造化镜的强者 他心里就已经没了底 只不过到了此时 他却不能不站出来说话 否则岂不让各派看了笑话 更让原本已经打算同进攻退 逼迫太玄老祖和各派做出妥协的弱势宗门不在其心 所以甘元老祖迎着秦峰犀利的目光 表面上看上去古井无波 以赴无惧无畏的模样 你们御寿宗打算怎么做 话下道来就是 看我太以建修怕是不怕 呵呵 秦峰有些气笑了 心里暗骂一生死鸭子嘴硬 由此对甘元老祖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情有些瞧不起 不过考虑到对方是建修 还真不能失了这口心气 所以也就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表面上确实冷笑一声 我要如何 简单 你们太以山在上古大节的时候如何对待我御寿宗的 这一次就让我们御寿宗反过来失为一番就行 第1160章碧洛安稳妖魔到来 既然太玄老祖都已经开了口 我御寿宗却也不是不顾大局的宗门 无论是为了碧洛还是看在几位老祖的面子上 自当作出一个表率 这样吧 上古大节时期你们太以山不是将我御寿宗当作诱饵吗 那现在就反过来给我们做一次诱饵 只要你们能够挺过不死 当年就愿我们可以当作烟消云散 秦峰与其清淡 似乎很是大度 轻描淡写地就将两家宗门之间的仇怨给定了个条 只不过 这话听在甘元老祖耳中 却是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眼角都忍不住跳了跳 秦峰这番话语 好像给出了一个看似公平的解决方案 当初你们怎么跟我御寿宗节的愿 现在就怎么换给你们就行 看上去很是大放 连这数万年来的其他仇怨也都一笔勾销 但是若往深处细思 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年御寿宗在被妖族接连进攻下本就损失惨重 放在当时的各大宗门中都算是非常弱小的存在了 而当时的太以山虽然比御寿宗强大许多 但也远不如现在 所以他们的胃口并不算太大 因此即便太以山以御寿宗作为诱饵 吸引来的妖族也就只有一只妖族大军而已 可是现在的御寿宗不仅拥有秦峰这尊造化强者作证 门中永恒境仙人都已经超过了五指之数 这都还没算他们平日里密而不宣 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的永恒境妖先 旁人甘元老祖不知 但仅仅秦峰麾下可就有着九头永恒灵兽 这绝对是一个害人的数量 可以说如今的御寿宗仅仅永恒境的存在 就已经比他们太以山金光洞所有不朽金仙以上强者加起来都还多了 除此以外 御寿宗还有很多惊仙和不朽灵兽 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各级仙人和无数弟子以及灵兽大军 这等霸主级势力的胃口可不会满足于区区一两个妖族军团 而能让御寿宗这么庞大的霸主级宗门都要布置陷阱为杀的强敌 又该强横到何等地步 以太以山的体量作为诱饵 只怕还没等引诱的大鱼上钩 他们就有可能已经被这条大鱼将鱼尔吃干抹尽了 甚至 若是用常规的手段 太以山县如今的实力恐怕都不配作为御寿宗的诱饵 只怕到时候御寿宗还会使用其他的手段 来让太以山这个诱饵散发出更加浓郁的香气 拥有更加强大的诱惑才能吸引足够强大的对手进入埋伏圈 可越是这样 也就代表着太以山到时候就将会遇到更加危险的局面 搞不好就会让太以山全军覆没 只是 干元老祖能不答应吗 这次他们太以剑派串连各宗来到东狱 为的不就是想请太玄老祖帮他们说情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吗 如今御寿宗已经做出了表率 甚至秦峰这尊心境造化强者更是亲自开口给出了承诺 太以山当初怎么算计御寿宗的 现如今就怎么反过来让御寿宗利用一次就行 从今以后不仅不再提起当年旧院 连上古大劫过后这数万年的仇怨也都一笔勾销 既往不救 干元老祖又怎么开口拒绝 这尊老辈见到强者张了张嘴 几次欲要请秦峰换一个方式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也罢 当年的事错在老夫 既然秦道友这么说了 我太以山舍命相陪一次也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也都是为必落出力 老夫又有何惧之 说到这里 干元老祖身上气势陡然一变 仿如一柄出窍的仙剑 整个人都散发着灵力的气势 他毕竟是见到大能 见到修行最是讲究杀伐灵力 一往无前 干元老祖虽然在宗门决策上并不出色 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以至于当初大劫过后 太以山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都没有多大的发展 反而让御寿宗迎头赶上 逐渐追了上来 若非后来天极慈展露头角 为太以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家大型宗门可未必就能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不过这尊见到强者在该做决断的时候 却也毫不含糊 不就是一爆还一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答应下来就是 何况如今的碧落局势可要比上古大劫的时候好了许多 只要没让妖魔鬼怪四大世界攻入碧落 太以山门就不会有危险 金光洞天就能安然无恙 再说他们前往域外给御寿宗做诱饵的时候 也不可能将宗门上下所有剑修全部拉上 总要在宗门留守一部分修饰 所以就算他们这些做诱饵的全部陨落 太以山金光洞也不至于道统失传 总还有长老可以将太以剑到传承下去 御寿宗作为碧落的霸主及势力之一 而且还是当着武裕所有大宗门大势力老祖的面许下了诺言 以后定然不会再找太以山的麻烦 不然堂堂造化强者的脸面可就没了 所以甘元老祖咬牙答应了下来 而他这一答应可不仅仅只是解决了御寿宗和太以山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相当于给武裕所有有矛盾的宗门定下了基调 连御寿宗这等霸主及势力都已经做出了表率 给出了解决方式 其他各宗强者不管心里怎么想 到了此时 也只能有样学样 学着御寿宗的方法来解决 就算有些宗门因为结仇的方式不同 最终选择了其他的解决方案 但也都大同小异 本质上还是跟御寿宗一样 给对方宗门留了一线生机 说到底 他们之间跟妖魔鬼神这四个死敌大世界不同 哪怕站在人族的立场上 终究还是有着些许的缓和余地 最重要的是 其他互有仇怨的宗门之间的实力差距 可不会像御寿宗和太以山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 就算选择了不同的手段来让敌对宗门顶纲 只要不出意外 绝对会有一大半的宗门最终能够保存相当的实力 而且只要不被四大世界攻入界内 这些宗门还不需要用自家山门作为诱饵 从而不需要担忧自家道统存亡 只要道统的已延续 这对许多大能老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何况并非就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 好 眼看各派在秦峰的引领下做出了决定 原本敌对的各派经过简单的协商很快也都给出了答复 太玄老祖自然满意 既然各派已经达成协议 那么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只不过各位终究都是我碧落强者 若是有可能 最好还是尽可能的多带一些道友回来 免得当真让我碧落损失惨重 这位碧落的致强者还是多提了一句 毕竟如干元老祖这些存在 终究都是碧落强者 损失的多了肯定会让碧落整体实力出现下滑 不过他也没有多说 各派积怨已久 到时候能不能出手相救 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被当作诱饵的宗门 被妖魔鬼神四届大军直接吞噬 那就要看各家宗门老祖的气度了 毕竟并非所有宗门强者都像秦峰这样大度 哀不远处 绝天老祖和归灵老祖相互对视 忍不住心中轻叹 对于秦峰先前的举动 以及代表御寿宗做出的选择 既在情理之中也在预料之外 其实从心而论 他们这些亲身经历过上古大劫时期 被太乙山算计的强者 是不愿意跟太乙山和解的 毕竟当时被算计的太狠也太糟心了 当时处于绝境中 内心的那种被同族算计的悲愤和绝望 以及一众同门就那么惨死 在妖族围杀当中的景象 让他们到现在都还不曾忘记 所以他们不想给太乙山什么机会 只不过他们作为大能强者 自然也都知道以大局为重 所以并没有反对秦峰的意见 这样对毕落今后而言好处无穷 最起码能够让太乙山等一众门派 不会再为宗门传承而忧愁 不会有人为了宗门延续铤而走险 无形中还增强了毕落的凝聚力 好了 此事就这此结果 既然各派已经同意 那就这么做 希望以后不要再生出其他事端 太玄老祖回了灰浮尘 道 接下来我们商议一下魔洞碧落返回原始新域的时候 各派需要做出怎样的配合 以及中途埋伏袭击妖魔鬼神远征大军时需要出动的人手 解决了内患以后 太玄老祖立刻就拉着一众大能商议起细节 这些事情提前做好准备 会让他省力很多 否则真要单独依靠他一个人施展无上法力 搬洞碧落大世界横跨新域 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倘若把他累坏了 将多年积累消耗一空 返回原始新域后 岂不是少了一尊治强者来威慑那四个大世界的强敌 殿中诸多大能强者听到太玄老祖这番话 顿时一扫先前沉重 纷纷踊跃发言 将各自意见说出 相对来说 这种讨论如何斩杀强敌的话题 可要比让他们放下各自宗门恩怨要舒服得多 也不用压抑心中情绪 甚至有的强者还借机发挥 接着先前积攒下来的玉器 说出了一些稍显偏激的计划 不过其中还真有些能用得上的东西 茫茫星域 无尽星空 璀璨无比 几头体型庞大的虚空巨兽悠闲自在地飞过 时不时地就吞噬一些虚空中的各种物质 将这些东西充塞入体内 变成它们成长的养料 突然 虚空深处传来一股怪异的波动 几头虚空巨兽一开始还没有注意 毕竟无尽虚空中除了同类以外 还真没有多少能够威胁到它们的存在 只不过很快 这几头虚空巨兽就猛然一阵 庞大的身形停留在虚空 转动着身形以特殊的眼睛 看向波动传来的方向 然后突然好似受到了惊吓的兔子一般 陡然一个机灵 瞬间做鸟受散 等这些虚空巨兽跑得几乎都快没影了 就见星空深处有远及近 逐渐飞来一只庞大的队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